现在法定开会而述 现在请主席严路议长宣布开会 卢市长 陈副市长 市府各机关首长 本会议员同仁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 现在开始开会 宣读确认上次会议记录 台中市议会第三届第一次定期会 第五次会议记录 时间 中华民国108年4月23日星期二 时时45分 主席宣告开会 一 宣读确认第四次会议记录 决议修正后备查 修正事项 一 交通局业务专案报告 建议事项第一点 令107年招募人员时 修正为令建议107年招募人员时 二 交通局业务专案报告 建议事项第二点 与宾仪馆办理酒驾再犯 道安讲席 修正为于宾仪馆从德馆除外 办理酒驾再犯 道安讲席 三 农业局业务专案报告 建议事项第二点 令查明可爱之家动物死亡之原因 研议改善措施并向大会报告 修正为令查明可爱之家动物失踪之原因 研议改善措施及陈储失职人员并向大会报告 二 专案报告 一 都发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体二用地解编或替代方案规划 农地搭建铁皮屋如何规范 台中新规划开发产业园区 弹子巨星神钢丰州科技园区二期 及大理夏田产业园区 大神钢都市计划产业园区 新定大理图城都市计划产业型 新定乌日西南产业型特定区 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三期工程 台中市各都市计划区内 公共设施用地专案检讨案执行 铁路高架化后 都市缝合计划及后续工作推动 清泉钢机场周边 门户地区土地规划 及整体开发案进度 二 教育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台中市评鉴奖励辅导 及接续办理委托私人办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办法 公托公佑倍增计划执行进度 准公共化托育成效与收托供给不足之因应措施 校园时安 三 数位治理局设立规划专案报告 提出询问议员 谢明元 施志昌 杨典中 林奇峰 吴秋华 陈文正 陈淑华 赖家为 黄仁 黄首达 陈正显 林汝周 李天生 陈陈天 罗廷伟 刘世周 黄建豪 徐宣峰 何敏辰 李中 朱暖英 何文海 杨正中 李立华 江兆国 段维宇 黄兴慧 邱树珍 张家安 蔡耀杰杰 林德宇 朱元宏 杨元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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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林轩 张静芬 游碧林 周永红 李荣红 陈青龙等议员 建议事项 都发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体二用地解编或替代方案规划 农地搭建铁皮屋 如何规范 台中新规划开发产业园区 毯子巨星 神钢丰州科技园区二期 及大理夏田产业园区 大神钢都市计划产业园区 新定大理图层都市计划产业型 新定乌日西南产业型特定区 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三期工程 台中市各都市计划区内 公共设施用地专案检讨案执行 铁路高架化后都市缝合计划及后续工作推动 清泉钢机场周边门户地区土地规划及整体开发案进度 一 因应都市发展至变迁 体二用地将公共设施保留地检讨变更后 可维护私有土地所有权人权益 改善都市环境品质及促进土地合理使用 请市政府依预定进度办理 并加强与民众沟通 使本案能顺利推动 并请市政府妥善安置体二用地住户 有关追讨使用补偿费部分 请与国防部研议解决之道 同时公布中计载相关规划 令体二用地之容积率 建请市政府考量恢复住户 二 农地使用涉及农业设施使用许可 建筑执照申请 都市计划及区域计划等相关法令规范 请市政府相关机关加强对民众宣导 定对于农地铁皮工厂 请市政府尽早因应中央修法政策 研议加强辅导措施 以兼顾产业需要 三 台中新规划开发产业园区 弹子巨星等七处 请市政府积极推动办理 并利用产业群聚优势 四 以提升大台中地区产业竞争力 及整体区域经济发展 四 请市政府加强与民众沟通 借以解决公共设施用地 金化设保留 而长期未取得之问题 以维护人民之权益 并请市政府全面检讨本市所有都市计划 五 铁路高架化后 都市缝合计划之规划及执行 将可改善铁路两侧地区交通系统 请市政府加强与相关单位做好沟通协调之工作 尽早完成各项工程 六 因应机场升级后 可勾勒台中国际机场门户意向蓝图 改善交通系统及提供产业发展需求用地 请市政府依预定进度办理 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教育局业务专案报告 含台中市评鉴奖励辅导 及接续办理委托私人办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办法 公托 公佑 被增计划执行进度 准公共化托育成效与收托供给不组织因应措施 校园实案 一 未提供本市家长更多元 竞变与评价的托育服务 请市政府落实公托被增计划 利用余余空间 如教室 社区活动中心 公有市场等适当地点 增设公托中心 并扩大公社民营托育中心的设置 搭配评价托育补助与民间托育单位 私立托育中心 居家保姆合作 以创造幼儿受托 家长减轻负担 托育产业发展的三营局面 二 未广设公共化学前教育机构 并减轻家长育儿经济负担 请市政府落实扩增办理本市公立幼儿园 增班社员 并配合中央扩大幼儿教保公共化政策 善用学校 余余空间 公有公共设施 闲置空间 整建设置非盈利幼儿园 并严您具体奖励办法 鼓励从业人员提供优质教保服务 打造最友善的育儿城市 有关准公共化托育政策 建议由中央权额补助经费 三 鉴请市政府尽数成立专案小组 评估设置原住民完全中学之可行性 数位治理局设立规划专案报告 请市政府详细规划评估成立数位治理局及其成 并秉持提升智慧行政效能 服务社会大众之精神 发挥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进而更加提升台中市的城市竞争力 三会十五十四十分以上 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就被查 继续 市政府专案报告 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预算及执行专案报告 含花博大中购票方案 智农馆与乐农馆为依规划 雕以永久管进行细部设计师座 既兼造公司未进厂前先行付款 花博卡三百万张 即除职一元预算科目经费来源 有无经议会审议通过释法性 花博三大展区 场域及设施 展后营运管理维护使用 各位议员 因为今天就有个专案报告 那是不是我们请陈副秘书长以及业局长 还有农业局长 各报告五分钟 简短五分钟 有没有意见 好 那先请我们陈副秘书长 议长 各位议员行进 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 还有我们市府同仁 还有市长 以下是花博办针对这个花博的整体营运的部分 预算执行 还有这个执行专案报告 首先我们看前年 事实上我们的花博经费在104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议会通过了总计的经费是86.75亿 当然这段期间 我们以这个经费陆续在完成各项设施 也很顺利的在107年3月11月3号正式营运 也就是到今天 营运到今天就是花博结束 当然后面我们还有两天的志工日 会继续感谢我们的志工为我们的服务 另外在整个我们按照这个的计划的经费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当初在编列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分为五个局来编列预算 一个农业局总计有40亿 大概40亿建设局32.66亿 水利局2.8亿 管理局有4.9亿 交通局的部分这个4.78亿 这个是当初我们编列预算的时候 把它分别编列在五个局里面 这个五个局里面我们所执行的工程 执行的项目大概可分为七个 一个是基组工程 展馆工程 还有场馆工程以及NG部载工程的部分 另外还有交通工程以及联络道路工程 以及在配合我们花博期间 各个地区的一个立美化 所以我们有一个城市立美化的工程 接着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花博的一个行销的部分 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 包括资工包括一些资信管理的部分 在这里面我们总计把它加起来 在延期工程的部分 我们所使用的部分是用22亿 1000多万 然后呢展馆工程的部分是用16亿 1000多万 另外一个营业管理的部分 我们用了20亿的经费 另外一个道路 连络道路以及交通接驳的部分 我们用了9亿1000多万 还有城市立美化的 我们用2亿8600多万 另外在行销的部分 我们用了8亿9200多万 其他部分包括我们的资工 包括我们的一些人力的 还有一些行政作业的部分 大概是6.8亿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总计的经费 是86.75亿 当然这86.75亿 我们全部的工程里面 我们总计的 在我们发发的主要工项 总共有302件 302件里面 其中基组工程的部分 有12件 然后展馆工程的部分 有3件 麻烦议员就是 参与我们所附的资料 另外一个 展馆的部分 还有直在部门部分 我们的工程 发报的件数 大概有34件 然后交流规划有15件 城市立美化的部分有17件 还有我们宣传行销 还有意识展演部分 总共184件 其他部分有56件 当然我们现在的执行 总执行到这个 我们议会报告之前 我们的执行的总经费 我们支出了70亿8600多万 这个是我们的实际上的 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形 这是预算执行的部分的报告 另外一个就是展后的部分 展后部分 因为发报结束之后 我们有分为四个 三大园区 四个园区 来分别 森林园区的部分 因为森林园区原来是一个 基本上土地 我们利用这块土地来做发布 当初也有在规划的时候 就有后细的一个一个 就是要并入后里地区的一个 都市扩大计划 所以我们在这几天 在都市计划尚未完成之前 我们中间会把这个类为 灯会的一个替险的一个场地 另外其他设施 我们尽量保留 可以给民众做一个 休闲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域 在后里马场圆区 我们分了两部分 一个是后里马场内部 原来后里马场的部分 以及外面的 花屋馆这个区块的部分 后里马场 因为原来本来就是一个 有名的 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 马场里面的相当的设施 经过我们发布这段 几天征的一个整修之后 就幻然一新 相关设施已经会改善了 里面我们要增加了一个 马术竞赛场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除了原有的设施 加以整建以外 另外我们来增加一些服务设施 让民众来参观马场的部分 马场的时候能 有更多的一个休闲 以及参观的一个点 另外外面花屋馆的部分 花屋馆部分 因为哪里有A管跟B管 原来我们规划的时候 A管的部分 做为一个会展区 然后B管的部分 做为一个 兰花的一个展示区 目前来讲 我们还是 朝这个方向继续在执行 等后续的整体规划 我们的OT案确定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 再做一个扩大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机能 另外一个外埔园区的部分 因为外埔园区原来就是一个农地的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既有的设施两个管 我们会透过这个结合一些产业 除了结合观光产业 以及透过各种设施的利用 我们还有带动的一些教育的机能 提供给不管一些民众或者是邪教单位 更多的一个教育产业 这里面我们有类似农业观光工厂的部分 还有力能产业 就是利用我们展馆上面屋顶的光电效能 然后配合植物的一个生长 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外埔园区原来 当然这段期间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2020的兰花展 2020的这个国际兰花展 也将在这个外埔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展览 这个是外埔目前所进行的一个展后的 乌鲁顿的部分 乌鲁顿的部分 经过这一趟花博的一个 一个花卉的一个植栽的加强 所以我们是保留 这个保留 让它成为一个都会区的一个 花卉的一个公园 这个是我们几个 园区未来的一个一个规划 以上报告 接着请交通局长叶昭甫报告 副议长以及各位义座大家午安 终局就针对花博卡300万张 及除此议员的预算科目的经费来源 有没有经过议会審议通过的 事法性做一个尖端专案报告 那从这个报告里面的第36页开始 花博的大宗购票的方案的部分 其实基本上在过去我们在台北花博的时候 也曾经引进过所谓的大宗购票的机制 那当然大宗购票的机制 主要是针对委托厂商 它可以去串接其他旅行社旅行团等等 饭店住的一些可能相关的周边商品 去做这种套装式的相关的贩售 那在2018年台中市举办花博的时候 从11月3号到4月到今年4月24号 那事实上也一样同样有办理这个大宗 售票的部分 那也同时办理相关针对旅行业同业推介等等 企业推票等等的方式来办理 那至于整个大宗售票的规划 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跟各位一座做个报告说明 第一个部分当然是所谓的民众购票的机制 那民众可以透过多元的管道的通路方式来购票 那称如像超商的iBone UDN的售票网 或是GoMaji等等的购票平台等等 那这个部分呢 就会由本府委托的相关的这些代售厂商 他必须要依据我们本府公告的台中市2018年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的门票收费标准 来订定相关各阶段的一些优惠票种并印制相关的票券 那这部分的相关的这个收票标准成如第37页的这个表里面有说明 那接下来第二种是所谓的大宗购票贩售 那这个会考虑他的一些相关的市场机制 那会由这个代售厂商针对我们国内相关企业等等 比较大宗或是观光旅游相关这些需求 去用切票的形式来进行合作 那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购买的账数可能超过1000张以上 就会符合相关这所谓的大宗购票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部分呢在目前这个相关的这个票证的代售方案里面 它属于厂商间的商业行员 并没有规范到我们的台中市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的门票收费标准内 那第三种就是大宗购票的优惠票价急剧跟销售波段 这相关的表格层如第39页里面的表格里面所列 那相关的不管第一千张到第4999张等等不同的急剧 有不同的这个相关的销售金额以及不同的阶段 可以购置不同的这个所谓比较大宗式的这个销售票券的价格 那第4个当然会办理推票的说明会 那这个部分就是由代售厂商针对刚才说明的几种不同的这个购票方式 那要办理所谓工业区商业会或是等等的工商团体 科学园区的企业推广 那之前共办过市场 那相关这个市场的时间地点再请各位一座参阅 在第40页的表格内 那至于整个花博门票的销售办理情形 因为检视过整个这个在这个相关的契约里面 主要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那其中前面三个阶段 皆有在契约里面有一个期程 厂商必须要在这个期程之内 销售到一定量的门票 或者会有相关的这个罚则问题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30万张 必须要在107年3月31号前 销售到这个数量 那向下也大概在这个报告书第40页 也有标明到 可能透过大宗购票 其他通路等等 销售多少金额 那以及销售完必须要截缴到市库的累积金额 那这一半就不一一的赘述 那再麻烦各位一周参阅 那第二个阶段 就在107年6月30号指 必须要销售到100万张 这是在期限里面的规范 那成如这个基本上的那个阶段 相关的这些各项不同的销售管道 销售的数量金额 再麻烦各位一周参阅 第三个阶段是200万张 那这必须要在107年的12月31号 销售到这个数量 那基本上目前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里面 厂商大概在这个三个部分 可能在那个时间点都有销售到这个数量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截止到今天 可能花博闭幕之后 会再全部统计一次 最后的相关的销售数量 那接下来销售的门票情况 这个部分陈如在第41页 中央局把相关的这些表列出来 分别有通路的张数 大宗购票 售票官网 圆区现场 电子票证等 那分别依据不同的月份 那售出不同的这个张数 那这个再麻烦各位一周参阅 所以基本上 大概在截至108年的3月底 那以台中的办理的这个 花博的相关的这个售票情况 我没观察到 基本上六成的民众 是透过大宗售票的方式 取得票种 然后刷卡进入圆区 所以从这个后端 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票种数量 意思如此 那这个再麻烦 各位一座也可以参阅 报告顺便第43页 第二个部分 针对花博卡300万张 跟出资议员的相关的项目 有没有经议会審议通过 那这个部分 中局之前 在议事会 这次的定期会 也针对这个议题 有送了相关的这个 专案报告 那再容我 大概快速的 说明一下 那基本上 这个案子 在过去 可能因为在106年的时候 那时候 中局 并没有去尊重到议会 当时候的相关的这个 第105年1月5号 第二届第二次的定期会的附带决议 所以至此后面的预算的审查 就产生了许多的争议 那的确 这个造成 交通局在后续的行政处理上 也造成 许多这个困难 那显欠妥当 所以我们当然也尊重 相关议会 过去相关这些建议 交通局在过去的这个临时会 我们附认之后 临时会或这次定期会 也尝试跟大家说明 可能交通局在 可以怎么样来处理 或者怎么样来补送相关的程序 那至于中间 这些相关的项目里面 再分别在从45月到第50月 可能就是过去在这个 相关这个3.82亿 这个案子里面的一些程序 那这部分 就容我不一一的赘述 再麻烦各位易作也可以参院 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我再行口头补充 以上报告 谢谢 请农业局长蔡警长报告 议长 各位议员宣誓 接下来由农业局来报告 有关外埔园区 智隆馆跟以洛隆馆 会规划以 规划标以永久馆进行续部设计 输作去建造 公司未进场前先进付款 这部分在做报告 2018台中市内发费 博览会外埔园区 包括里面有资隆馆 及资隆馆 他的市部长 去委托专业车展 劳劳劳采购案 来办理 在105年11月4日上网公告 招标 同年的12月23日截标 由意境 室内装修 规划有限公司来承软 那资隆馆部分 资隆馆 资隆馆 唯一 规划标以永久馆 进行继续设计 这部分 来输业局 之后这样说明 资隆馆部分 他是为生产选文室 生产选文室 以生产效能 创新技术 产品品质 体验互动 等四种方向 来呈现设计的理念 次部 规划台湾输业广场 立样发言 智慧固类培养室 多样温室展室 输国农场 等基本设计规划 所以他是 基本上他是以 永久馆 温室的这样的 形态 来规划设计的 那资隆馆 这是一个 依照温室建筑的 风扇 跟水灵气流的 循环的一个 设计主轴 来依照温室建筑的 一个这样的 一个设计 来配合族栽的生长 生长 并呈现 容器 水产等 多样风貌的 以 自农业 应用 依照不同时间 季节 来更换不同的 植物 呈现 花果原香 田园的景色 温室建筑 那 洛农馆 这个部分呢 它基本设计是将 融业成果的 布展设施 以最真实的体验 最直接的互动的关系 来引导 游客了解 融业生产 产品的生产过程 那展期空间的配置 依观展的顺序 分为生产型展示区 生活体验区 还有食农教育区 隔壁平建区 线上超市区 及特展区域 分为这几个区域 融丸馆的规划设计 那有关于 融丸馆部分 这个是 寄付设计付款的部分 17107年8月7日 召开的2018年 世界发挥外埔 原区的 输出部展 作为委托专业 勞务采购的契约 这样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结议的 来办理 那热门馆是一期 2018年台中 世界发挥博览会 外埔原区 资囊馆 策部展 委托专业服务案 契约 契金之给付条件 分别为 工作执行计划书 复展规划报告书 及书工报告 分别在 107年3月30 跟108年1月7号 还有108年的 2月21号 完成第一到第三期的 博款的 这样的一个 工作 那 资囊馆的 西部设计的付款 那也是 依照 2018 台中世界发挥博览会 外埔原区 利能管 就是所谓的 漏龙管 它的测布展工程 及營運管理 统包作业案 工作项目 包含提出工作 執行计划书 西部图收报告书 營運规划报告等三大項目 那以企业第五条 企业价金 來 区分為 設計費 工程 施工 及營運等三階段 來付款 因此 來 報告 有關智農館 及肉農館 各項付款 都依照企业規定 辦理 統包工程 經濟經由 建造單位審查 審查通過 有建造單位 再通過後 再分別辦理 相關的付款 付款的程序 以上 農業局 有關於 外埔原区的 智農館跟肉農館 相關的規劃設計 思維 永久館 跟相關的 付款的程序 做以上的報告 相關 詳細資料 請各位議員 參與 書面的報告資料 謝謝 接下來 依我們 按燈的順序發言 第一位請 謝民元議員 至先 請提出 請提出所謂局處長 媒體家好朋友 還有議會同學 大家摸完 大家好 我想發佈今天早上 真是 閉幕 從棄人 11月13日 到今年 到今天 已經半年多了 我想 到底情況怎麼樣 市長 因為你參與算過年中 你也對法部 相當注意 所以你才會提出免費日圓 我要請到市長 你到底 法部要半年來 你就看完 你的評價怎麼樣 你解釋一下吧 報告市長 那從我們市民參觀的人數 以及各界的反應看起來 那另外我們也有做民調 那這個市民對於 我不曉得外星是怎麼樣 但是市民朋友 對我們舉辦花博 以及免費門票的政策 那如果我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有七成左右 是滿意跟肯定的 那這是有科學的意見 表示說從林嘉隆市長 包括你接鎖之後 有七成以上對花博的羈絆 其實滿意 是不是這樣 那不是對我個人或林市長 而是說對整個花博 還有免費政策是滿意的 我想免費政策 我是覺得是虧損的原因之一 花博為什麼會虧損 我想其實你了解 你有一部分責任 在去年12月25 你酒飲料到4月25 你有三分之二 花博在人內 林嘉隆是 去年11月前三到12月25 人來會接鎖 但是你的接鎖比比較多 就是說你負責金銀啊 遷船啊 或者等等 都你在你的人內佔三分之二 如果有虧損的話 是不是市長你要去了解 為什麼會虧損 這個銀營你知道嗎 市長 是不是會不會是因為你免費 日圓造成虧損 你解釋一下嗎 包括議員 第一個 我看過花博的企劃書 其實花博並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要舉辦的一個盛會 那世界很多的國家 會舉行國際的盛事 基本上是要讓人家認識這個城市 讓這個城市有機會 要上國際舞台 並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譬如說有的國家會去爭取 世大運 國際賽事 台灣燈會等等 那花博我想 我看過他們的計劃師 並不是以營利為主要目的 第二個跟您報告 因為每一張花博門票 台中市政府最多收入百里 一張票三百五 最多收入百里 也有收到六十塊而已 如以我們現在免費入園市民免費 才有兩百十萬人 我不曉得到今天為止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支出 替市民全部買單的支出 也不過是三億元左右 三億元左右 所以並不是虧損主要的原因 不過最重要的是 花博當初舉辦的目的 就像舉行世大運 有的國家去爭取奧會 亞運什麼台灣燈會 它的目的就像屏東這次花了 聽說十億去舉辦台灣燈會 它的目的都不是為了營利 更不會希望從市民身上賺錢 你認為說花博不在計較 它虧損 是讓市民全省全國世界各地來看 我想要大家都共識 花博不是在虧損 還有花博卡 目前既說剩下一百五十萬 下午進來看到很多 一十年人在搬那些花博卡 搬得真辛苦 真的很辛苦 花博卡剩下一百五十萬張 原因之一 原因之一 你買啊 市長在建篩前提示說免費 免費 免費進入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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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月1日要開始 這年之後 大家一月 易月5日開始 免費 免費 又怎麼不乎 所以花博法會造成說 擂出那些 ��요 所以�まり 我 oats 太過責了 有人擂��운 那麼多 油膽 你們還有 一分鐘 發縃 rubans 你們 上 Snapchat 展覽期間是在你的商務執任期內 所以花坡百村 要怎麼處理比較重要 這就是150萬份的花坡卡 你要怎麼處理 我是覺得可能建議 作為視頻卡也可以 在桃園就120萬張的視頻卡 在台北有190萬 接著請陳文正議員發言 感謝副議長 我們市長 副市長 各位一起處管 現場的媒體朋友 各位議會同仁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台中辦花坡 其實是台中的喜事 也是全台灣人 共同期待的盛事 當初副市長 為什麼要提起申辦 除了要讓國際看見台中之外 要為台中打造一個具指標性的美麗花園 帶動地方的發展 我想這個是最主要意義 那今天為什麼台中花坡搞到民眾市民高度的關注 烏雲罩頂黑雲重重 原因就是發婆卡 門票代替代售記入口驗票委託服務案 完全不符合程序正義 過程幾乎都是黑箱作業 完全沒有經過議會的監督 我想過去 如果不是我們 顏利民 顏副議長當初在當議員的時候 所提出的 每賣一張票 市府只能抽120元 這件事可能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我想這個大家都記憶猶新 人家說真的是明目張膽 黑白來 本市有看過 本市有看過政風處 預算未經審議先行動支的專案報告 本市先給予政風處的肯定 裡面白紙黑字證明都是上級交辦 要求相關單位可以不經議會審議 就發包 我想這個不要議會要 沒有議會監督 不知道議會要幹嘛 裡面有兩個上級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應該就是林家董市長跟王一川 局長一個去當交通部長 一個去當航空城的董事長 現在我們市府裡面 我想最懂得花博的 應該就是我們的護備書長 陳圖昌 你不但全程參與 還身居要職 當過花博辦的執行秘書 我想本席有幾個問題要請教我們 陳圖昌秘書長 請你檢檔回答 我們市議會105年1月5號三讀通過 2018年花博特別預算 並附帶決議 106到108年詳細計畫應送本會審議通過 預算此得動之 就是說花博要支出的項目都要經過議會監管與同意 你認為當時市府禁制花包由三立公司得標總金額3.82億的花博能不能代售案 這件事有沒有違反議會的附帶決議 請回答我有或是沒有就好 跟議員報告 是以議會附帶決議的內容不太像 有沒有就好嘛 不相符 為什麼不相符 有還是沒有嘛 有不相符的部分 有不相符就是有嘛 有違反議會決議嘛 謝謝 再請教陳副秘書長 請問107年2月你在花博擔任什麼職務 107年2月我當執行秘書 好謝謝 106年10月交通局要支付給三立第一期的款項 就是契約嫁金喔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就是說七千六百四十萬 當時交通局錢不夠戶馬 僅有四千一百萬 還少了三千多萬 你當時是花博執行的秘書 你們花博辦公室還真慷慨 高通局部錢貨三立 你們花博辦 還有辦法幫他出四千一百塊 四千一百萬喔 政風處報告你有看嗎 政風處 你報告有看嗎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當初花博辦是誰做這個決定 是不是你 你有沒有責任 我們所有的支付 因為花博辦是經費管控 不是支付經費 沒關係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其民朋友大家都知道 怎麼違法亂界的人都在行官 林家龍去做交通部長 王毅川去做桃園航空城董事長 連當初幫忙付錢給三立的我們的陳 陳圖昌秘書長 現在已經做秘書長了 進政風處 本時請教你 花博辦幫交通局支付四千一百萬給三立 花博辦一級主管有沒有行政疏失 有沒有 時間不多拜託 謝謝陳議員 有關 指揮檔有沒有就好了 3.821的案子 已經在去年就已經移給司法機關來正辦了 我看政風處的報告最後懲罰誰 給他懲罰一個孔頂 這就跟什麼 跟普悠瑪 那個 手機一樣 全部的過錯都推給一個小工作人員 整份報告最大的敗筆就是 就是在這裡啦 請政風處立刻追究 花博辦一級主管 這個行政疏失好不好 這個實在太荒謬了啦 哇 時間不夠 接著請朱暖英議員 朱暖英議員 朱暖英議員不在位置上 請黃新威議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想在4月17號 本席非常的明白在議事廳裡面 請我們的議長裁決 用臨時動議的方式裁決 要求我們交通局把所有散落在各地 300萬張沒有發行完的剩餘的花博卡 請收集完清點完到我們的議事廳來 當時呢有人赴意 也沒有其他人有意義 今天呢却呢 阻擋所有的花博卡進到議事廳來 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一下這剩餘的144萬張的 呃花博卡 下個月呢是報稅期了啦 我們呢覺得為了避免日後再發生浪費公堂的情勢呢 建議將花博卡放置在市府 定點公閃一個月 警惕行政預算 必須要花在刀口上 以避免浪費納稅人的錢 請市長聽清楚 在兩年前 基本上呢我們在議會 除了行政程序出了問題 而且呢沒有預算就強行發包這兩件事以外 交通局呢 竟然以免費的欣賞花博一次為理由 製作了300萬張的花博卡 當時呢在講花博卡的時候 我們在議事廳裡面 苦口婆心的跟林佳龍市長 請他不要錯誤的政策來浪費公堂 告訴他你可以以20萬張或30萬張或50萬張先發行 看看情形再發 我們不知道他強行 第一個呢 用特意包裹在門票的代售標案內 委外發包 這個部分呢是免費的 他也可以委外在裡面 第二件事情呢 事後動用了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連假日呢都要輪流推銷花博卡 第三件事情 祭出各種優惠為誘 吸引民眾提供個資卡片 引起的基層非常的不平 所以呢 我們林佳龍市長動用了基層公務人員 火力全開的銷售我們的 推銷我們的花博卡 到申請截止日是24號 能剩餘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三萬張 以一張悠遊卡的厚度是0.76公里 一公里等於0.1公分 我們一十一百四十四萬張的花博卡 等於是一百零九萬支一百零九萬公里 換算下來是101大樓的兩棟 台北101大樓的高度 完全不符合我們所謂的減塑政策 如果政府可以自己來破壞你的減塑政策 台中市政府以後如何要求店家 不要來用塑膠吸管 不提供塑膠吸管 你如何要求民眾 到底有沒有正當性 讓人家非常的質疑 我覺得這是在一件荒唐的事情 告訴他不聽 然後產生這個後果 只不過呈現出來的 是一個浪費公堂 而且我跟你講 這些塑膠卡片剩下來的 到底你如何處理 還沒有跟議會講清楚 我們議會可以就這樣放下嗎 可以這樣放下嗎 下個月真的是報稅期的 我們民眾很辛苦 只要稅捐書開出來的 沒有一個逃得過 甚至你不繳 我就用行政命令把你拘留起來 甚至要你罰款 我覺得為了避免 避免日後政府濫用行政權 建議剛剛講的 把144萬張定點 展出公展一個月 接下來同時辦理我們投票的方式 徵求民眾的建議 到底如何來妥善處理 事後這剩下來的花博卡 未來的使用方向是什麼 未來你如何要處理 這144萬張的花博卡 竟然還有民意代表 竟然還有民意代表 四年不監督 到最後還不堪回首 不敢面對 還要要求議長 把所有的我們的議會的議事 決議可以毀於一旦 不敢面對嗎 在這裡擺了一大 像強 接著請來教委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已經辦過一次的花博 我們來台北跟台中的花博 來大比較一下 台北一天的入園人次 有五萬兩千四百萬人次 這是台北 台中一天的入園人次 有四萬一千九百人 那麼我們再來看 台北花博在總天數 總天數一百七十一天之後 入庫了十三億九千兩百 八十七萬元 這是台北花博 而台中花博在一百七十三天之後 短差了十二億 三十二 十二億點三二 十二點三二億元 台中市短差 同樣是花博 但是台北花博 它的總預算多少 台北花博總預算 總共花了一百三十五點九三億元 台北花博 台北花博有沒有門票 台北花博門票三百塊錢 台中的花博三百五十元 那麼到底台中花博的失敗是誰的錯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都說台中花博是因為林佳龍發放了花博卡 是林佳龍的錯 但是其實從胡志強規劃到林佳龍他的建設 最後宣傳是盧秀燕 盧秀燕市長 您知道您花博一天有多少人來參觀嗎 請市長回答 市長請你回答 您到現在您一天花博有多少人來參觀 您知道嗎 請市長馬上回答 您到現在您一天花博有多少人來參觀 你知道嗎 我上面有寫 我們免費政策實施以後 平均一天五萬七 比沒有實施優惠政策以前一天九萬二 增加人流百分之七十一點二五 你確定嗎 是 這是我們正式的數字 謝謝 你的數字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精算 我的精算出來數字跟你不一樣 你看一下 台中花博整體平均一天是四萬多人 而本席算出來林佳龍 他的總數字是這樣 他林佳龍任內 從十一月到現在 軍人數一天是五萬人 你的任內 從十二月二十五到現在是三點八萬人 你的官方資料怎麼算 當然我不曉得 但是我這邊的資料 我是請相關財經人員算出來的一天 你的人數是三點八萬人 當然 你有你的專業 我這邊也有我的專業的人才 但是我要告訴你 您說你那一邊的專業算出來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那邊 除非我們來比較 除非我們來比較 但是我要告訴你 您是有問題的 我不知道你怎麼算的 告訴我 您怎麼算的 報告議員 你不相信官方資料 市政府資料 相信民間人士 我也沒辦法 這是我自己算的 我請人算的 我請人算的 一起來講啊 那麼我們來談一下 您的質詢率為什麼那麼差啊 您的質詢率 為什麼台北的花博的質詢率 跟台中花博的質詢率 可以86億到只質詢70億 請您告訴我 您的質詢率為什麼這麼差 報告議員 你也提到 台北花博花了135億 我們花了86億 但是台北花博路庫 我先說台北市花博 路庫13億 你短差12億 他們只入庫13億 他們只入庫13億 他們的虧損更大 但是你短差12億 台北的花博 虧損近百億啊 因為他們成本 支出短差12億 他們的這個入庫 您所提到只有13億啊 好 謝謝賴議員的發言 接著請我們周永宏議員發言 這個議長主席 然後我們的議會同仁 他市長局處首長 還有我們的媒體先進 今天啊花博閉幕啊 花博辦的好壞 其實剛剛至少我們盧市長講了一句話 比起台北市辦 在他的看來是比較好的啦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我們應該是說 從林佳龍市長 規劃得當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 嚴肅來面對一個問題 一個政策啊 它不是只是要 就好像剛剛市長講的 花博不是要盈利 同樣的 花博卡 它的目的是 從我們花博舉辦以來 它可以包括未來 我們所有市政上要推動 有很多好的方向 比如說 10公里公車免費 或者您要加碼都可以 你如何確認它是台中市民 等等的 所以一個花博 它所包含的政策有非常非常的多 這也是為什麼全世界會爭取要辦花博 要爭取辦國際賽事 是同樣的道理 好 我們過去市府所規劃的 包括我們的這個花博的館場 從一個變三個 包括我們要建立這個花博卡的制度 包括讓每一個市民可以一次免費 等等這些利益良善的規劃 都因為盧市長您啊 當初啊 好大喜功 說讓我們的市民免費 讓全國12歲以下的孩子免費 這樣子的狀況 導致了什麼 第一個 我們虧損 第二個 我們的花博卡 滯銷 為什麼滯銷 當然滯銷啊 因為本來要靠花博卡 現在不用了 所以才有今天這麼多的問題 第三個 這些不只是虧損啊 否則怎麼會讓我們的這個 這個當初都簽好的 要讓這個同中和醫院來做這個 醫療救護站的變成是我們消防局的 同事去站在第一線 罔顧這個人民的權益 人家說啊 不用錢的最貴啦 不用錢的最貴 你想想看 我們的大中切票啊 一直是我們花博的這個 門票主要來源 事實上啊 因為市民免費的這個期待啊 大家就跑去退票了 所以我們的收入當然少啊 我們的收入當然少啊 而且你根本無法完整詳細的去計算 我問你怎麼計算 你計算這個人次 你怎麼知道這個市民到底是去了多少 這是計算在他的身份證上 還是註記在他的這個戶口名簿上 這些完全都沒有配套 完全沒有一個仔細的精算 您剛剛提了您說的這個民調啊 說有七成的滿意啊 小弟剛好也熟悉民調 我不知道這個民調的questionnaire是怎麼design的 是不是把民調的這個問卷 還有他的road data跟你所有的資料 可以送一份給我們議會來參考 可不可以 還有呢 我們也請您回答 還有呢 一個很重要的齁 剛剛我們的這個三個局處的報告啊 既然提到了說齁 在我們當初這三點多億的這個預算部分 原有瑕疵啊 真是莫名其妙 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市府議題齁 竟然會換了一個單位之後齁 說原有瑕疵喔 要再提一次送給我們的議會來審議 這是莫名其妙 如果要審這個齁 那乾脆追加檢不要審了 先把這個部分處理掉 市長您有什麼看法 郭文文議員 包括議員齁 林市長所決定的三百萬人次免費 事實上到今天為止 並沒有用掉 因為到今天為止 市民免費入園的才兩百多萬 那因為到今天晚上九點鐘截止 所以现在还有人在入园 那所以第一个 我的免费政策并没有超过林市长 因为林市长同意300万人次市民免费入园 一次免费嘛 二次搬家嘛 但是到现在不管重复入园 也只有200多万人次 并没有超过300万人次 这是第一个跟您报告 所以呢 我的免费政策跟林市长没有太大差异 因为它的上限是300万人次 那我呢到现在为止 它是单次入园 是 是单次入园 你这个计算基础不一样 单次入园跟你这个人次是不一样 单次入园 你重复一点人次可能是重复入园的 跟单次入园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我要跟你报告的是 您反对给市民免费 可是这个市民免费 我跟你说 不是反对市民免费 而是你这个政策原来 原来的政策的铺层 包括非常多 包括我们推行花博卡 包括我们在推动我们的这个行销 都是原来的政策 连一个免费入园啊 没有配套啊 你连这个如何精算 多少市民去参观 你都算不准啊 您算的您的所谓的官方说法 我不知道官方说是谁算的 是主计 是交通局 是哪个局处算 来 哪个局处长算的 员员员呃 这个没关系你再按第二轮哦 我们接着请我们段维宇一员发言 谢谢市长 各位市长 最尊敬的媒体宣传 各位最警察委员 今天是花博闭幕式了 闭幕完了 市长 我不是想来清算前朝 但是我跟你说 报告你可能不知道 在去年的年底以前 107年12月31号以前 我就检举了 这一个门票跟这个接驳车的案 到正丰处去 正丰处的处长 临退休之前 跟我说送到了连正公署 连正公署跟现在四个月都没办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是不是把连正公署最后一支署 改成老鼠的署啊 怎么这么大的案子不办 市长我现在给你拜托 这个案子一定要好好的讲清楚 第一个刷花博卡的机器 里面都Made in China 台湾的科技这么发达 为什么要Made in China 因为可能要搞鬼 第一个 第二个接驳的时候 林家隆的团队搞了什么 起定你不知道 就是用特殊规格来绑标 把150台的接驳公车 用电动公车来接驳 台中市有多少电动公车 市长你也没清楚 80多台 全台湾省只有258台 用这样的规格来标 但是这些电动公车都是由交通部补助的 有特殊路线不得已转 因此流标了 这就是林家隆团队的厉害 流标了以后怎么搞 我不清楚 结果呢 就给了民间的游览车 不是电动的 拿走了 谁拿走了 起定 我一路就给他追 谁拿走了 您知道吗 京道游览公司 京道游览公司有几部游览车 43部游览车 他可以标一天150部的游览车的这个接驳 全台湾省有多少超过150部以上的游览车 一共有28家 这28家都没有标到 就是京道标走了 标了多少钱 阵风处到现在都没告诉我 请你折成阵风处 到底一部接驳公车一天要花多少钱 包括市长 我又把你追到了 一天京道公司发包给其他的游览车 一天是7306块钱 依据我的资料 他们标到一天一部游览车 超过一万块 我透过特殊管道 有人跟我讲 他说这个差额 他们没有通通拿 那请问市长 你是不是要查一查 既然这个差额 他没有通通拿 是谁拿走了 我今天是给你报告 这些我们一定要追 这些钱 这些钱都总是我们台中市民的纳税义务钱 如果这样子 这么样龌龙的行为 廉政公署都没载调做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折成阵风处 毁去 我们市长自己甲告 不要再交到廉政公署去 现在民进党这间 纳税义务都能打开了啦 你是要怎么去叫廉政公署来查 还了不起勒 做交通部长去啦 王宇川去做航空城的当市长去啦 扶搞瞎搞当大官啦 把所有的烂摊子交来给你 卢秀苑市长来搭 怎么对呢 这些钱 要追啊 包括花博卡 多少钱做的呢 144万张 到底拿走了多少钱啊 这些不是钱吗 今天这么重要的接驳 然后这么样的搞鬼 利用特殊规格来搞鬼 最后的结果 竟然让一个只有43台 油缆车的公司 把他给拿走了 所以市长 我非常的心痛啊 因为对头到尾 你也知道我讀交通的 我非常在意这样的行为 我在去年的年底 就已经叫阵风处 把他交给廉政公署 没消息 是不是市长 你责成交通局 责成阵风处 调收费资料来 如果属时 真的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主动出击 按您故意 来告交通部长 来告航空城的董事长 怎么可以这样子 民进党政权 怎么可以这样子 把这些人来给他生光呢 这样子对得起台中市民吗 把市长报告 我其他的 我虽然不 接着请江兆国议员发言 感谢主席 市长 我们各位团队 我们在座东林 各位朋友 我想今天看到这个 成堆的花博卡搬来这里 我觉得很痛心 那痛心的 这当然是这些预算的浪费 名指名高的可惜 那我也痛心 市长 您的团队 还有您的党籍同仁 颠倒是非 倒果为因 当初在选举的时候 谁四处跟大家说 不要办花博卡 说各自会泄露 说先不要去看 选后免费的时候再去 你当选之后 谁废掉花博卡 免费入员的功能 叫大家花博卡不用拿了 改拿身份证 那都是你做的 那反退销的人在骂自销 那不是做菜的花博 你的免费政策 退职出来后 带动不了人气 上路之后 入员人数开始下降 直接面对的门票亏损 让我们散散 开顺 连反医疗救护战的钱就没有 人民开玩笑的 叫我们消防局的同仁去支援 你的免费政策 选前说 AIPH无权自会 选后 乖乖去跟人家和解 还多付钱 你对我们说这张票是免费的 结果回去算权利金的时候 照算给人家 这是哪门子的免费 花博 金正三位市长 好好的一锅粥就坏在一颗老鼠屎 坏在你这个免费政策的老鼠屎 你甘不需要去投欠 亏损 亏损 你有一句说 非以盈利为目的 花博剩余 你跟当初印太多 现在是怎样 你都不用付借就对了 花博营运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你上任之后 整个营运的失败 整个收入的锐减 服务品质的下降 还闹出国际笑话 这都总是你的淋来所造成的 你现在坐在那儿 笑眉眉 刚刚在闭幕的时候 再来慷慨诚词 你敢有任何一点点 感觉对市民 对过期所有付出的这些当人 两位市长 你感觉你很贵心烈的地方 我希望你要有政策负责的勇气 你要出来道歉 你的免费政策 就是坏了这国好州的那颗老鼠屎 你知道吗 市长 请你去拿道歉 市长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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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博别摆乱 市长道歉 花博别摆乱 市长要道歉 花博别摆乱 市长要道歉 花博别摆乱 市长itched 要道歉 花博別擺爛 市長要道歉 朱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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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 朱憲 朱憲 市長要起來講話 朱憲 我要求市長上來道歉 朱憲 請市長上來道歉 朱憲 請市長起來說明道歉 免費政策 全民買單 你交交花博你還不道歉 市長 請市長快來道歉 市長 議員 市長是不是做個說明呢 市長 你快來道歉 朱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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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到請議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各位議員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好 接着请施志昌议员 为什么没有声音 喂 喂 市长 你要不要道歉 市长 我想刚刚江兆国 还有我们民进党籍 许多的议员都已经表达 今天造成花博的亏损 包括门票收入不足 造成花博卡多说的这些困难 我想市长你心里非常的清楚 我要跟大家讲 我想这几年来从胡市长认定 包括争取到 一直到我们林嘉隆市长来执行 包括营运以后 我想从选举期间告诉大家 这个是个资 大家不要去办 一路到现在 我想今天落幕了 但是我要跟卢市长讲 花博虽然落幕了 但是这些对台中市民心中的痛 不会落幕 因为台中人感觉见笑 这个笑话闹到国际去 我们要求卢市长道歉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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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秀 市长是不是这个说明了 卢秀燕 市长 来议员 议员请速静 议员请速静 市长是不是这个说明 现在是我的时间 好 来议员 议员请速静 我们是不是 请市长做个说明 来议员 议员 好 议员请速静 市长请说明 市长是不是做个说明呢 市长请说明 报告各位议员 一个花博 我不希望花了我们这么多的市民的纳税钱 也花了市府所有公务人员的心血 动用了一万六千名的志工 大家努力办好它 那么我不希望因为政党对立而唱衰它 我觉得非常的心痛 今天跟昨天晚上 AIPH的会长Mr.Bernard 在私底下跟在今天的公开演讲说 盛战台中花博的举办 是看他看到的各个城市的办法 市长 市长 这是我的时间啦 你要读听没有啦 Mr.Bernard 我没有要听你的心路历程啦 我要跟你听到你有读听没有啦 但是我不希望 先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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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主席 不然我们就一直下去啦 看今天要开到几点啦 主席 我们就一直接路啦 市长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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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主席的 主席主席主席 市长道歉 是 市长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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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麟家人道歉 你也拜託你也不敢 盧秀燕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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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到 請議員回座 議員請回座 议员请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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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休息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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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示务所长就座 我们要继续开会了 休息五分钟 休息五分钟 请示威所长 尽速就就位 尽速就要开会了 现在继续开会 黄首达议员 请指讯 议员有什么事 无限麦克风请开 主席不好意思 权疑问题 我觉得在21世纪 男女平等 对于赖家威议员 刚刚所提出 我有性骚扰之嫌疑 我拜托主席 请你帮助我们这个议会 掉任何的引带 协助厘清 若我自己 有任何性骚扰之行为 我一定自行处分 但恳请在这之前 请主席 能够协助这件事情厘清 还赖家威议员 一个清白 也还我一个清白 到底谁对谁错 如果我有没有摸他 这一点麻烦主席 因为我觉得男女平等 怎么会说是我性骚扰他 那我也可以说他性骚扰我 所以我拜托主席 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 我们公平而论 真的男女平等啊 而且我的太太今天有 在旁边当住我的助理 在旁边 我必须 因为我也刚结婚 我必须对他有个负责任 所以我必须 好 请帮我掉一下这个影带 好 谢谢罗议员 那待会我们尽数请 这个议会同仁 赶快掉入影带 那这个会后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再来做一个处理 也不要隐藏到议员们的 这个咨询 张家威议员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才我先送 家威议员上去楼上 但是我现在想要讲的 不论性骚扰与否 他从第一天开始叫他阿姨的时候 就已经是物化女性了 在年龄歧视 跟性别歧视的同时 他有尊重过女生的立场吗 他现在在楼上哭 不管你拿年龄开玩笑 体型开玩笑 这些东西都是严重的歧视 在性别平等公约里面 是这个样子的吗 议员我想针对罗议员的个人行为 议长这边也有跟他嘱咐过了 那我想也请这个罗议员 往后这个言行的部分 的自律 那接下来请黄首达议员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想刚刚 几位议员 已经表态的非常清楚了 陆秀燕市长 今天是花博的闭幕典礼 但是必须很遗憾的 很遗憾的 我们看到 花博是过去 几任台中市市长 争取而来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市府团队 却把花博 当成垃圾一样来糟蹋 今天在这里 我有十六字真言 要送给卢秀燕市长 免费最贵 市民买单 逢隆必反 恶意百烂 这十六字真言 我很不客气的说 就是现在 卢秀燕市府团队 对于花博的态度 就是这一场 国际盛会 堕落为 国际闹剧的一个点评 免费最贵 市民买单 逢隆必反 恶意百烂 所以在这里 要一再一再的提醒 我想刚刚几位议员 其实都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 花博卡150万张 是谁让他变成废卡 是卢秀燕市长 是你的市府团队 让他变成废卡 好不容易推动的 这些政策 就导致我们现在一个 免费入园的措施 不仅没有任何的效果 甚至还让我们 有短差十几亿以上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你 卢秀燕市长 你的责任 所以在这里 我想我们 民进党的几位议员 态度都很一致 卢秀燕市长 请你向台中市市民道歉 我们花博摆烂 市长道歉 这是我今天最重要的诉求 所以请市长 跟我们的市民道歉 来请市长回应 报告议员 今天 AIPH 市的会长 在公开的演说中 颁奖给台中市 说台中市是主办花博 最成功的城市 要或不要 要或不要 可是 要不要跟市民道歉 你却为了反对我 而糟蹋整个花博 我想我们所有的台中市公务人员 1.6万的赤公 新宗在留学 这就是卢秀燕市长 对于花博的态度 这就是卢秀燕市长 对市民的态度 第二个 我要特别讲一下 卢秀燕市长要道歉 如果花博举办成功 市长要道歉 市长要道歉 如果花博举办成功 市长 你可以坐下来了 市长 你可以坐下来了 市长 我愿意全部归功明镜党 我的时间请帮我暂停 主席 请市长先坐下来了 主席 市长愿意全部归功明镜党 市长 市长 你现在不只是灭市本席 你也是灭市的议会 主席有请你先坐下来了 市长 你今天是在台中市议会发言 你今天是在接受台中市议会的询问 你是在回答台中市议会的问题 主席都已经请你 坐下来了 你还在讲什么 你就是灭市议会啊 今天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要跟市民道歉 花博扮成这个样子 卢秀苑市长 这就是你们市府团队 糟蹋的结果啊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还是重新 再复述一次我的诉求 我想刚刚几位议员都讲很清楚 但是我怕市长你还是听不懂 你还是听不见 花博别摆烂 市长要道歉 花博别摆烂 市长要道歉 所以今天 我们各位 我们卢秀苑市府的团队 以及我们卢秀苑市长 请你好好的 把我们的诉求看清楚 这16字真言 这16字真言 免费最贵 市民买单 逢容必反 恶意百烂 这16字真言 就是你卢秀苑市长 就是你卢秀苑市府的历史定位 今天 花博 闭幕式结束就结束了 但是今天 卢秀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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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 被一个议员随便叫来叫去 搬过来搬过去 情何以堪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市民卡 即使从开始 申办市民卡的时候 刚才叫搬进来这些议员 不断的在抹黑 各自会泄露 不要办 以后 卢市长如果当选 市民免费 花博卡会成为费卡 缓宣传 抵制 抹黑 各自会泄露 不断的造谣 很多基层的公务人员 非常辛苦 我们佩服他们 有的 不期假日 晚上 为了推动整个市民卡 他们志愿 站出来 推销 我们给予肯定 其实行政是不分党派 我相信所有的公务人员 他们都为了我们台中市 大家 市政能够办得更好 华博办得更成功 大家共同在努力 我想这点是大家 共同追求的目标 但是 有那么多人在唱吹 而且唱吹的人 现在 看到剩下那么多的四伯卡 竟然 到果为因 来指责前朝 指责不是 纵使林贾总市长 他做错了哪些事情 他已经受到了政治论 最大的惩罚 已经下台了 这样还不够吗 做错了 下台了 不够吗 整个市民 市民卡 其实最好的良意就是 以后 怎么再把它用下去 我们看到了台北市 看到了台 桃源市 两个都市 市长 为智慧城市在竞争 他们的市民卡 悠悠卡 办了多少 他们的优惠 有多少 既然 盧市长 你竟然 直指市民卡 在使用 你阻挡了 台中市 市卫的进步 直指了我们市民卡的权利 这一点 我真的 你就必须要道歉 哪一点 你必须要道歉 只有 你把花博卡 把前朝 最起码一个市政的元序 你把它阻挡掉了 你就应该来负责 你就应该来道歉 你有问过我们议会吗 为什么市民卡 大家市民 一百多万人办的市民卡 成为一张会址 为什么会有一百多万张的市民卡 还放在我们的议事堂 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因 你要不要来道歉 如果市政元序 如果这些基层的公务人员 大家能够同心协力 共同把我们的市民卡 用到最多的用途 可以做免费公车 可以路边停车 可以来做停车使用 每一项都几乎可以来 发挥它的功能 其实三百万张是不够的 甚至别个县市 也会来用我们的市民卡 为什么要把它阻挡 为什么要把它取消它的功能 这点你要不要负责 你要不要道歉 路市长你讲一下 报告议员 当初去年初 议会就反对做花博卡 如果当时市政府听进去的话 就不用做这些花博卡 当初我记得多少议员反对 市民也反对 但是呢 没有反对 台北花博 也没有做市民 也没有做花博卡 台北花博用票卷 资本票卷 票卷他们浪费了多少纸张 市民卡特有多功能的使用 几十万一两百万而已 好你坐下你坐下 但是我们花了3.8亿再做花博卡 3.8亿台北市的 票物多少你知道吗 台北市的票是4.9亿 你有没有查清楚 他们用4.9亿的票物价格 我们花3.8亿 你对这些公务人员 他们的用心 你把它抹灭掉 你刚才根本是在讲假话嘛 我们花3.82亿呢 台北市花4.9亿呢 哪一个县市用比较多 我们每一个市民还有一张 免费的市民卡 这张幼儿卡本来就可以转换为市民卡 花博卡本来就可以转换为市民卡 这是如果一个用心的市长 你应该了解他的功能 能够多功能的使用 我想这个是市政的延续 如果有任何违法的地方 已经移送在整个司法来调查了 为什么要这样抹黑 为什么要这样造谣 好 好了谢谢 接着请李天生议员发言 好 那么我想刚刚有几个问题 还是要提出来 跟我们的市长来救教 顺便也跟我们的议会同仁 大家来回想一下 当初讲说 这一个花博的这个金会 没有经过市议会的这个通过 请问主席也在那 之前才有标杆 没有标杆 没有标杆 我们议会是86年的议生 都通过的东西 让市政府去做 市长 今天你如果是议会 跟你通过的东西 你会去做 当然会去做 我来要求你说 你若是 你若是 要用人好一家人 要再建国议会的东西 你怎么办接受 我想 将心比心 经过议会 审议的预算 我刚才就有说过了 这条实际上是 傲宜拐败 每一次拿出来说 刚才照顾议员也在说 蛤 还要再送一次回来 早上进来的时候 看到一大堆的 一箱一箱的什么东西 你不晓得 问起来 花博卡 我也提起来 黏了一把冷汗 你抹脚来回自己的家 大家都知道 花博后期 三分之后 是你的接政时间的 150万张 你不想把他去计划 你说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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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我经常讲说 事情要圆融 大家要互相 很多事情 150万张的花博卡 不然要怎么办 你说 是违法吗 那么政方处也讲了 违法 送检调嘛 检调在查 让他去查 你钱不想让人 不想让人 人也是在等 到时候也会跟你告 到底是什么人违法 我想事情都是越变越明 不必要 把那些东西拿来这 让市民看 我想刚才去 很多人也在这开记者会 虽然是违法我们的议事规则 我也进来制止了 说 这在理议事当 不可以 不准备大家同意来这开记者会 开也开了 我想 我们市民也能了解 这么多 不然到底是什么人不对 不要把市民当白痴 市民会去判断 说 到底 我们这一个政策 是谁来拟定的 这一天 让主政者负责 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我们的盧市长在主政的 然后 这一百五十万张的 花博卡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 你还可以说 把所有的公所 叫他回来 当时 医院有这么大的管理 只要把公所的东西 要他拿过来 他就乖乖的拿过来 我早上也拍下来的 各区公所 包括乌丰 包括大理 包括大家 包括公所都可以好 送回来 就把这些工作人员 没出没力 还好 我们的议长 非常的英明 说 这意识规则是有点 这个值得探讨 所以 把这些东西搬出来 不然你要开这些 你也去外面开啊 你在这开 不然是要把什么人撈开 说让请做 讲清楚 说明白 说这么多 我想我们延续了 这么长一段的咨询 一百五十万张 一张 你有什么想法 难道真的是 要让我们的议员 讲的 春回台公演 每一个公司的门 都给他车过 好啊 你叫你车啊 我也要来跟他说 就这点抓到就好了 主政者负责啊 盧市长出来说啊 很简单啊 春回台公演 我也贊成啊 来做啊 你难道真的要把 我们的市民的 这一个 血汗钱 都花在这么无聊的身上吗 你难道不回过头来 去检讨说 到底 这个当中 哪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 我刚才说的 议会也是要付结议吗 没有经过大家 公关的东西 没有经过大家 这个 来标关的东西 就来 书山道士 说的 贏死人 都说大声的人 就是贏 做的都这样笑死人 一百五十万 他车过来 车来车去 好啊 我建议你说 你贏车只要大肩车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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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欢迎 真的 凭良心讲 我常常讲说 事情做性子 要圆融 示范 要圆融 所以说 市長 你觉得这样子不分手 好吗 把今天这个时间 一个花博的 一个 这个 闭幕典礼 我们也同意说 你去办闭幕典礼 这是好事啊 好好的 把这个事情 做一个ending 做一个完完 结果 回到这里 看了一堆东西 要拿来 宵券 要拿来 脑袋 要拿来 我相信 这都 有公爵 也有 检调单位在查 所以我们 党团真的是 非常的 这个苦口婆心 说 好啊 可以结束了 拜托你 是不是这里 好好的落幕 不要再攀虚 打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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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所以说 在此提醒我们 接着请陈淑华议员发言 谢谢 谢谢主席 我想花博的特别预算 从104年通过到现在 那么其实每一年 我们相关的预算 都要送议会 的一个计划来审议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止一次看到 这个林嘉隆 的时候 相关的预算 在议会 多次的受到 悲哏 所以到底是谁 在唱衰花博 我想今天 花博 已经闭幕了 这个是台中 的盛事 但是我们现在要检讨 有许多相关的工作 后续必须让公堂的效益 能够发挥到最大 林嘉隆市长在发放花博卡的时候 本席就主张 要一次来发放市民卡 除了可以结合一次票证的功能 可以结合其他的票证 同时呢 也可以把这个票证的功能 发挥到最大 那么甚至 就像陆市长你说的 也可以结合手机 做无实体的卡片 陆市长 现在300万张 的花博卡 目前还剩下 将近150万张 我们坦白说 后续这150万张的花博卡 要如何 要如何来使用 难道就真的把它销毁 它还有兼具相关票证的功能 其实以林嘉隆市长的时候 从去年开始推 花博卡的申办 能够在这样短短的时间 申办了150万张 坦白讲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 接下来的 卢市府 能够继续用这样子的力道 来推花博卡 本席认为 按照过去这样子申办的速度 如果卢市府继续用这样子的力道 来推 所以我们将可以 再多申办 50万张到80万张 但是卢市府 卢市长你上任以后 我们各公所就开始 停办 花博卡 到现在我们还有民众 申办花博卡 而还没有拿到花博卡 把我们民众的权益 置于何地 卢市长 我请你要好好的深切的思考 接下来这150万张的花博卡 我们是不是 要把它转型 成为市民卡 让工坛的效益 才能够发挥到最大 另外我想根据主寄处的财务报表 到二月底 我们花博的特别预算 短差了二点 十二点三二亿 十二点三二亿 这是何等庞大的数字 如果对照 我们台中市民 两百七十七万八千人 我们每位市民 要因此而付出 四百多块钱 的成本 最后还不是我们全体 的台中市民 要来负担 这四百四十三点五元 比一张花博的门票 三百五还贵 所以刚才我们很多议员 当然都说 免费的最贵嘛 所谓的市长的政策 你的台中市民免费看花博 最终还是要由我们全体的台中市民 来负担 本席认为你所提出来的 所谓的免费台中市民看花博 根本就是一个政治骗术 所以本席认为你应该要有 你要有担当 现在花博巨额的亏损 现在我们的燕子市长 却不敢承担 当初花博卡 也是卢是府下令 要停发要停办 现在的圣卡 却要怪前朝 这样子合理吗 请 好 接着请黄建豪议员发言 好 大会主席 市长 副市长 各位局处首长 我们议会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花博的闭幕式 终于在早上结束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市长有到场来致辞 我们前市长林佳龙有来到场来致辞 市长也提到 他特别本来也邀请这个胡志祥市长 来争取花博的这个工程 来花博现场 但是他可能在国外没办法到场 来市长 我想请问一下 对你来讲你觉得花博办的成不成功 我自己讲那不客观 不过从外界的反应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民调 包括讲所有的外宾 包括林市长的致辞 大家都非常肯定 我们台中市有能力来举办价格国际盛会 同时这个国际盛会 也让台中发光发热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从民调看起来市民很满意 有七成 然后连授权给我们的AIPH的会长 他看过那么多的城市主办 他都盛赞我们举办非常成功 而且今天他也公开称赞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所以市长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花博办的成不只是你这个市府团队的功劳 我相信林佳龙市长前市府团队也有功劳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不要再来唱衰这个花博 这个是一个台中市市民的光荣 是台中市民的荣耀 既然前面的这个前市长来制止 把我们新任市长制止 都肯定花博的表现 表示说花博在市民心中有一定的地位 大家都不要在唱衰他 但是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要来怀疑几件事情 首先今天这个报告里面有好几页都提到 这个包含预算的部分 当初决算预算的部分 有好多的这个行销预算 很多都在十万块以下 包含什么 包含这个 做这个什么 这个旗子 做旗子 不同园区不同的案子来做 包含说这个 2018台中世界后悔博览会台中宣言 它的英文翻译 就拆成两次 英文翻译的这个 每边设计又做了一次 所以我认为 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好好了解一下地方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案子 要分成这么多案子来采购 这么多案子来分装 再来我想最后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不知道 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民党也好 很多议会同仁 都针对这个花博 台中市花博 这一次的这个结果 到底是盈利的还是不盈利 这个财务结构长得怎么样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市府 现在的市府 对于花博的结果 有没有哪一位 可以比较明确的来讲一下 好我们请那个局长 吴局长 你举手 好我让你讲一下 基本上我先做一个澄清 谢谢益作 我们花博卡 其实是今天的议题的最大争议 那其实花博卡 是在前市长林嘉隆的任内 所执行的一项 票务的内容 那这个花博卡呢 它的规范呢 就是要发300万张 这300万张是一次性的免费 代表前市府的规划 就有300万人次的免费 而在我们现在的统计过程当中呢 我们目前的免费人次是220万左右 那就代表说 我们目前的执行的新政策 并没有预约前市府的300万人次免费的规划 所以要说市民免费和12岁以上儿童免费的新政策 造成花博的营运亏损 这基本上是一个假议题 那另外呢 在花博卡的这个问题当中呢 其实我们独秀业市长所推出的市民免费政策 其实是解决了花博卡的争议问题 因为花博卡它是要市民提供个资 而许多市民认为提供个资 他有疑虑 因此愿意提供个资的市民朋友 享有免费优惠 不愿意提供个资的市民朋友 不能免费优惠 所以就造成花博卡造成市民朋友的待遇不公的问题 那市民免费呢 用身份证就可以入圆 其实就解决了花博卡争议不公的问题 更何况当初在推广这个所谓的市民 这个花博卡的时候 竟然是要求区公所的所有基层公务人员 去爱家爱户 拜托大家去填写各自的统一书 才能换取这个花博卡 其实基层的公务人员 也非常非常的表达很多的不满 那这花博卡的争议 就可以看出我们新市府团队 认真的在解决这个问题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增加了人次 65%到70%左右的路员人次 将可以造就整体的经济效益 谢谢局长 所以局长的解释就跟我们市民 谢谢 请张詹恩议员发言 主席 主席 市长还有市府团队 还有我们议会同仁们 在我进入真正的议题之前 我想要请求我们九楼的中控室 放一张照片 在干嘛 卢市长藐视议会 被主席纠正就算了 我们社会局长公然在上面睡觉 昨天也在睡 不讲 今天还睡 就算没有你的事情 你也不用这样子吧主席 这个 我们 卢市府团队是有什么 问题吗 真的很累 我们也相信啦 但是 这样好 好 没关系 这个照片有点 对局长不好意思 我们就先撤掉吧 大家有看到就好了 谢谢 谢谢我们议事主 呃 请各位局处首长 尊重我们开会的这个权益 谢谢主席 事实喔 是这样子的 本期在临时会的时候 就有提醒过我们卢秀燕市长 花博的行销已经出问题了 我相信这个记忆犹新 班子 我还是一样 没有变 港这批 我相信我也问过交通局长 你也亲口跟我说 你无法 告诉我 确切 重复人数进去的话 会不会重复计算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人是灌水的 还是真的 你也没办法回答我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电子票据 我们没有办法控管 我们没有办法计算 所以市民 一而再再而三的 重复入园 我们当然很开心 大家都可以 正式花博 可是事实上呢 重复进去 重复计算的人次 然后告诉我说 你花博办得很好 结果花博真的办得很好吗 真的 有时候数据还是要凭良心说啦 日军在消退 这个整个的造成 现在目前花博行销不利 台中市民是一起要拿纳税钱 来去赔偿 来去补足 这个不足 所以 这在在显示 这是不足的啊 这个政策就是有问题啊 那好 如果说 刚刚盧市长也有说到官方数据 来 这也是你们 局处给我的 我下书面咨询回复来的 日军的销 营业额 二销营业额 我在怎么除啊 我在怎么除那个人次 我已经算到最低了 我们用大中计票的价格来算 就是没有你讲的那么多啊 我可以请问一下 在座我们的局处长 是哪一位给卢市长的官方数字吗 没有人要回答我耶 可以自己举手发言一下吗 这个日军数字的官方数字 是谁给卢市长的 好吧 记我们的社会局长睡觉 我们的卢市长藐视议会 然后现在还没人要回答我 非常的棒 我帮忙市长回答一下 根据我们现在的数字 1月1号到4月23号为止 我们根据市民免费 全球12岁以下儿童免费 我们的单日平均 在前市府时期是9200人 那现在我们市民的参与率呢 是增加到15755人 那成功提升的市民参与率 是71.5% 局长请问一下重复人次 有办法计算出来吗 免费路员的人次 有办法计算说一个人进去几次吗 跟议员报告 有关于所谓的人次的路员 这是跟票务契约的内容有相关 也就是说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你现在是市民免费窗口 你们就是拿身份证进去 对不对 议员不好意思 相关的票务的系统的建制 都是由票务的厂商所建制的 所以市民免费通道也要用票务吗 你们不是拿身份证吗 你们是不是拿身份证进去 议员你恐怕是质疑了 厂商所建制的这个系统内容的问题 你不用跟我回答强 这基本上就是牵涉到契约的内容 你们现在目前在选举的时候 所推出的政策就是市民拿着身份证 就可以免费进去 对不对 因为解决了花博卡争议不公的问题 而且提升了市民的参与率 增加了总体的经济效益 所以好 总体的经济效益 这个更好玩了 来没关系我们的经文局长我们请坐 好接着请何敏全议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主席 稍微给你讲一下 如果说可以那种动作 可以把什么花博卡串的 整百姓都放来头前 放来尼斯 我后天 我知道你没有在议会 议事进行当中 还可以放在这里 不然我可以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如果说可以放在这里 把议事当中做称口 我也可以放在这里 所以这大家诱诱一下 好 我很久不见面子了 吴隆生局长 看起来我普通时候 自己搞定不错 但是 我今天要把你严谨 把你严谨给你 你刚才都在说消费 什么 要申办一个花博卡 會洩漏个资 要在说天风贏 我现在我手中 我有悠悠卡 我有二元卡 我有高 这个高铁回溯票 我有健保卡 我有 这张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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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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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還用那個來騙人 沒道理啦 做法農事我給你加兩顆 盧小燕在不準備當中來動選市長 這我很認真他 在被誤導當中 又做了錯誤的決策 在你動選的進展 我們在外出什麼發佈 開佈的時候 大家在水南開佈的時候 鄉修英雄 他不是說我很難參加那種中民 甚至當時 歐西宮在採取86億 發佈在台中的時候 我是算翻桌 因為台北一百五三十五億 就頒到那裡 台中86億要怎麼頒 但是這也是你們國民黨議員 都總統過的 我們還有報恩是持反對的意見 你們人比較多我們也輸你們了 結果 換林高雄接種之後 你就要衝一下什麼什麼 發佈卡停下來 你知道那個人說 我們這樣辦開佈成功 那在公所 每一個公所都 白對在申辦發佈卡 那是什麼勝況呢 那我已經很久 我看到公所那樣 大的勝況了 那還繼續給他頒下去 那差不多 兩百五三百萬 都會發出去了 所以今天會存這麼多 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啊你 當然你不是 不準備 要做市場 你就叫他誘導 實在說 就是國民黨這些議員 跟你誘導 我坦白說的 這不應該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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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都說他們 而已 不會是說 哦 議員都全他們 連村的發佈卡 也拿來這裡議員 電燈電燈 這都 已經自王法的不久了 所以 魯市長 其實我 對你 這個媽媽市長 我 不說一百的影響 我希望 你好好的做 好好的 應用你的智慧 來思考 台中市的未來 台中市有很多發展的契機 有很多美妙的事情在發生 今天這個閉幕 我可以從頭擠到尾 我坐火車去的 你知道嗎 我對我那邊坐火車 去到那裡去的那個問題 我對頭給你看到尾 我看得很辛苦 因為你們給我坐那個 椅子 那個椅子是什麼 九頭椅子 等於坐在頭上 張大村 張大村坐在頭上 那沒椅子有椅子 坐在頭上 要用這個儀墊 這麼你隆重 在你盛大的台中市會 人的水嵐是如何的榮耀 結果閉幕吵吵了事 吵吵了事 吵吵了事 想要把年做完民進黨的不對 你看看陳如昌 那是6年前 8年前的陳如昌 是白泡泡 幽默 圓頭到這樣 現在五大傘 當然你現在要把副秘書長 包括陳大田 以前這樣 都圓頭到現在 雖然做到建設局長 都摸下去了 這就是這幾年他們的努力所得 我沒有效果 你要好好思考 我們台中市 要怎麼好 不要再讓你們那些人 給你誘導 我希望說 今天 請陳青龍議員發言 感謝主席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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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總理 每天 大家說 在這裡 發佩今天最後一天 其實從發佩一開始 兩棟 我站在武當局 就是兩棟 考到月子 四五年來 就是在這裡 玩家 睡眉 這樣眉眉 發佩到今天也要結束了 其實 我評審討論 我非常支持發佩 自始至終 但是我到現在 我覺得很可笑 我們兩棟 沒有跟我們發佩 思維是我們台中的光榮 讓我們台中市民 思維是一個榮耀 讓我們台中市民 大家去感受 就說 有夠辦法 這是我們台中 難人可貴 這樣的一個姻緣 跟機會 大家都希望他不要 那時候 黑市長選出來的時候 民進黨說 叫他不要扳 那林家庭來做市長的時候 國民黨就都沒 都唱水都沒 現在換路市長起來 換民進黨就都開心 所以頭到尾 發佩的命運 真的很坎坷 但是我們要感謝 姐姐 要當年姐姐 志工姐姐 共同學 發佩付出這些人 我們要感謝 至少今天順利 可以來閉幕 那在這裡 我特別提出 我們發佩三大展區場域 我們發佩後 我們這些設施 要怎麼來管理 維護 我們的答案 我們這份報告 給我 真失望 我在這裡 就這個機會 我要向市長報告 站在我方圓 我對佛羅頓公園展區 我有幾個期許 我要拜託 我們的報告 跟這個 第五點 市長你看看 三五點 公圓 佛羅頓公園展 後就是這樣處理而已 我看到 心很痛 市長 你如果繼續這樣做 你對公圓的鄉親感 有夠感 第一 我在這裡建議市長 我們 發佩後的佛頓公園 是不是重新給他定位 我們要給他一個定位 不是跟他合公園而已 這個公園要怎麼來定位 延續我們在佈展的過程當中 市長如果這個公園要給他永續 能夠得到市民的一個 一個這個喜愛 是不是要重新定位 這個定位我建議 我們已經朝那個婚紗愛情的這個方向 去布這個展 以後我們佛頓公園 是不是朝這樣給他定位 我們繼續來管理 維護 繼續朝這個方向 給這個公園 有一個定位 他才能夠勇氣 市長對我講到 再講好 第二 足跡館 整個公園展區啊 收到民眾 收到收民眾 最佳的 他的地標 他的指標就是足跡館 足跡館是 不總三公園 見證的 我希望就是一個 佛頓公園 目前唯一的一個 一個意向一個指標 人家管給我們市政府 花一千多萬 我們現在花一些錢 我們把它管理 維護起來 至少把它留在 佛頓公園 當做一個 聚焦的一個公園主題 我們只要花為何的錢 就好了 這個不用花多少錢 但是至少讓佛頓公園 持續有一個地標 第二個 軟鼻子西 主體叫整治療 你知道 去年我們有辦公園 龍舟 今天那個水域 早期就是設定 在蜻蜓獨木舟 的水上活動 這個保護官 如果要拜託市長 重新來給它定位完之後 繼續來推動 讓這個軟鼻子西的水域 能夠成為公園的一個特色 再來 這個公園如果定位清楚 我們要怎麼做 我要要求市長 這個公園的管理 維護費用 我們以後要單獨 編列預算 共同來做 你如果放在公園管理會府 放整個 這個公園 不再花那麼多錢 整個都給它 我這幾點 跟市長做一個建議 請你們 可以做一個答案 好嗎 請問一下 非常讚聲 是 這本來整個月 也不是我整個月 之前就說 辦完之後 有的要抵圖 有的沒有保留 我告訴你 對 但是你剛才說的 我很認同 我花這麼多錢 結果按照議員來 客人要去去創作 我感到很可憐 譬如你剛才說的主機館 對 不動產公會館 對 但是 當初我在想 整個月又要抵圖 也不是派遇 可能說 今天說 維護要有成本 對 要有人力在你構 不然變成這個文子館 第二可能 水電費 清潔 等等 都要抵圖 但是沒關係 我要拜託 我們所有的黨人 我也是不贊成說 這個辦完之後 都要抵圖了 我感覺我要定心檢討 但是我拜託你吃東西 我們為所有人 把保留起來 一定要先部分 維護 議選 告示議選 拜託你 拜託你 拜託 謝謝 接著請邱蘇貞議員發言 好 謝謝主持 市長 今天 我看政黨對你 跟這麼嚴重 我看你也要負責 這144萬張的 發佈卡 這個選卡 不應該是 搬來的技術 當時 我看就拜在那 我覺得看得很心痛 不然他就說 今天又搬來到議事堂 當時開記者會 我覺得這 這跟你當初 在選舉的時候 當時叫人說個資外洩 阿拜 我們來 我當選的時候 我請會請開始 就要用身份證 讓你拿身份證來 就要入園 所以民眾 當然你看 沒有你的時間 可以等一萬票來 來算選 民眾就是說 我在等候 我等發佈卡 我不用發佈卡 我拿身份證來 你現在就有的身份證都沒有去領 也有的說 沒有 沒有來領 身份證就沒有辦 所以 有這樣的選卡 當然有這樣的選卡 我們看到 這是都人民的納稅錢 我們是不是 剛才林家隆市長 有說 是不是要把我們的 發佈卡 來轉換做市民卡 他也不是說 這個要購買農費 這些浪費公堂 所以我覺得 現在不可以說 還有像議員說什麼 等一下請來支付 請來對 我希望說 不要再有政黨對立 還是說 那錢草 他准說 林家隆他做這個 做得不好的時候 他已經下台了 下台 你 盧市長 你就是要概括承受 你一定要概括承受 錢草 他的所有的 這些 這些 這些作為 包括 你看 你也很明確說 我們這個發佈 不是以盈利為主要目的 我們是提高 我們台中的 在世界的能見度 讓世界看見 台灣 台中 這很好 但是 我們現在覺得說 我們發佈 你也覺得說 發佈辦得很成功 發佈很成功 對 你有看到說 頭前 頭前人的努力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 陳大田局長 是我們的陳福昌 我們的副秘書長 包括我們應該是我們的 農業局局長 一定會 也有接觸到 我們 大家的努力 你們應該要看得到 之前的努力 才有辦法說 今天這個發佈很成功 尤其你看 我們看到 我們開幕的時候 有些聖況空前 你看 一路下來 就 就都 像有家 發佈說 免費 讓人說這樣免費 入 來參觀 我也希望說 後續 後續 你們後面要做這個 維護 包括那個 養酒館 一些場館 可以保留下來 我們不可以把它農費 這都 都民眾的錢 我們花八十六億 在這裡 所以都要把它保留下來 包括我們明年 也要辦 這個 蘭花展 所以是 這這麼好的 政策 都要延續 所以我覺得 不要說還有這個 這個算卡 我們希望說 你可以來 轉換做市民卡 這也是這麼好 好的政策 也是要延續 不要說 你看 我就看到 你們這裡 144萬元的 算卡 來來 用這樣 這不對 你們就要說 你其實 今天這個成果 這樣 你也是 你也是 有這個收割 今天這個成果 人前朝 這個四年的努力 才有今天這個成果 有頭這裡的場館 從無到有 我等一下頭這裡去看到 這個發佈的時候 我就覺得 很感動 像你看外埔 那些都鳥不聖誕的所在 我們也開拋路 你看 這麼漂亮的東西 在這裡三星 我覺得這是 這是 真好的活動 希望 你也可以 前朝 如果 你做市長 你 我看你 也沒有準備 我會做市長 但是 你就已經動算了 要蓋過承受 蓋過承受 前朝 他下去的工作 希望 不然 你如果說 那些要來放這個 大連 大家 沒完沒了 我覺得是不對 這對台中市 是不對的 你看 你 其實在你的時間 你 超四個月的 發佈展示 你們這裡 兩個月而已 你們這裡 兩個月 我也不要說 責備你行銷不利 因為今天已經落幕了 今天落幕了 我們希望說 你如果說那些 發佈卡 來農費條 我們 那個十三億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說你 你這個 這個 中間的票務 來 來損失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場館 一定要持續來用 你 要說一下嗎 報告議員 感謝你很理性 給我睡眠時間 第一點 我一定改過承受 第二點 我特別強調 警察要搬來 這不是我們的意見 我們是說議會 交代我們要搬來 我們的統領也很辛苦 所以說實在 不是 我們也是議會 跟我們說要搬 我們會合議會 第三點 向大家報告 我的政見 市民不用開 那是因為議會 之前我在競選中 有聽到的討論 就不要做卡 用新聞證 我很多市民給我 歡迎 我覺得這點 既然有這麼多市民 有在歡迎 我就把他當中間 不是我主導的 我是倒過來 第2回 第2回意見 說要用新聞證 大家不用證 第4點 我告訴大家 其實 你們家庭市長 也很主張 要分證 因為我們台中市民 這裡280萬人 我們做花博卡 不用證 你做300萬張 超過280萬張 表示什麼 你們市長覺得 用不用證的政策 再給20萬張出來 不用證的政策 讓大家回頭 還是說 可以再怎麼運用 表示 不用證的政策 這個社會 用這麼多的稅金 我們的市民 一定要優惠 這也是當初 我會跟進 寧定這個政見 很重要的原因 最後一點 給你報告 因為你怕你不去 我也很肯定 喝家庭市長 所以我怕你不但 不但 整兩天在議會 我怕你也在公開 一而再 再三 感謝我們頭前 兩位市長 尤其喝市長 公務林館 1.6萬至公 大家的付出 跟心血 給大家報告 好 謝謝議員 接著請李立華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今天花博終於圓滿落幕 偉大的花博 給我們開到 86億 這麼多數 他還沒有 基本上應該到90億 但是剛才有到5億 8億 13億 大家應付 還在那 互相追究 什麼人要道歉 我個人覺得今天 稍早的時候那都是鬧場 那根本就是顛倒是非 我說真的啦 花博市長今天有很多度量 很多包容度 對花博輕重 感謝整兩位市長 以及感謝林家梁 我覺得這樣已經很有 很有包容度 很有大將之風 為什麼 86億 很多八生來說 他們一直感覺 看一看 都會嘆氣 還有喊頭 還有萬壇 雖然大家辛苦 80億 86億 這麼多的錢 以我們 以我們 現在所有八生 聽到86億 你知道嗎 這間房子放不下去 但是我們這樣 整個說 這個世界級的 都已經落幕了 我也不想再做任何的批評 但是今天 盧市長所有的 一個表現 就是這個典範 我可以肯定 都同學 那我們的同仁 為了一點點錢 86億 放水流 就開了 還在計較 日後 我覺得其實這個話題 我們差不多 可以打住了 說到86億 都放火箱 都沒有了 知道嗎 所以未來 我們現在春的竹範 我們的永久建物 有幾棟 要怎麼妥善利用 我做在這裡去看 想說花了86億 我都沒有去看 這樣有像樣 所以我就跟 約一位朋友 差不多70的人 我們去看 看的時候 說真的啦 可能也是到後面了 跟所有的人 參觀後看的 感覺一樣 真的沒有什麼政策 真的很普通 其中有一個東西 我倒是覺得說 我們眼睛 比較會一亮 就是那一個 紅色的花球 或者機械花 那個透過 光 透過日月 什麼風聲 很多的科幻的 科技的成分 元素在裡面 我倒是覺得 那一顆是 那一顆我們就要保留 你知道我說哪一顆 很漂亮 跟你一樣漂亮 人水灰大裡 就是那裡 我是覺得 機械花要保留 而且要好好保留 它真的有看頭 融合了很多的元素 在裡面 所以我們86億 開啟了 我請所有的一言同仁 不要再吵 不要再悶了 真正86億 無論你是成功 還是失敗 我們都共同走過 市民也都有參與過 我在想 偉大不偉大 在每個市民心目中 都有答案 對吧 但是在我心目中沒有答案 我的答案 當然是沒有很好 但是呢 都努力過了 這麼多的官員 前朝的官員 你們這裡 都住你們的官員 很多東西都很老臭 你還要追究嗎 86億都給人家 開到差不多90億 我覺得不用再追究 我們就讚美他一下 像我們路市長今天這樣 很有規模 就把鵝鵝好 這樣就有我感到 那我要請問市長 起立機械花 還是吳局長 你看要怎樣 繼續他重視 讓大家繼續看 我看他真的是 全場一個焦點 你覺得如何呢 要怎麼保管他 未來如何讓 有機會 還沒看到的人 繼續可以參觀到 謝謝議員的指教 基本上在市府的觀點來看 我們也希望說 很多可以留下來的建設 可以留下來 幫助地方的發展 那要活化他 也很希望說 企業啊 就是外界 可以來贊助 捐助 然後一起跟市府 共同維護 我們盡量降低成分 來活化他 錢草也跟企業拿來很多錢了 現在都結束了 還要叫企業 現在事件很壞 你知道嗎 你當中企業錢很多 麻煩議員幫忙 我們要盡力來活化他 然後我們的機械花 你看要怎麼用 也放在原處嗎 這個其實可以嚴密 就是我們應該是結合 當地園區的 我們現在的全管單位 來好好探討 跟企業界好好探討說 我們如何來活化他 然後透過公司的合作來處理 好 紀律會也可以勝焦點 86億都發光了 90億都發光了 我們也都已經盡力而為了 不要再苛責 前朝東西很多瑕疵 包括他所有法寶的一切 再苛責他有用嗎 我們後來要讓我們現在留下來的東西 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 謝謝院子家 接著請楊正宗議員發言 謝謝 市民不要睜眼說瞎話的官員 同樣市民不要睜眼說瞎話的民意代表 今天台中市市民委託台中市市議員來監督市政 針對花博86億市民的納稅權 我們應該要清清楚楚的告訴台中市市民 不可以倒果為因 來 花博86億 倒果為因 倒果為因市庫通私庫 門票收入只繳120元 花博的收入有四個 一個是門票收入 編了16億8千萬 一個全域金的收入 第三個廣告收入 第四個停車場收入 我們就從這一個門票收入來講 門票收入 只有繳到台中市政府 120元 門票收入賣350塊 也只繳台中市政府120塊 廠商拿了230塊的服務費 我們就台中市政府給的資料 108年3月31號 我們的門票賣了多少張 門票賣了259萬4631張 我再講一次 259萬4631張 乘上腳庫120塊錢 我們門票收入只有3億1135元 5720塊 注定 注定 光是門票收入 就要了12億多 如果說我們把它算到4月24號 4月24號今天 就算賣了是500萬張 500萬張 也不過是6億 我們門票收入還要虧10億 為什麼 門票收入只繳120塊給台中市政府 這是誰訂的責 誰訂的 林佳龍 王毅川 他們不該負責任嗎 師庫通師庫 我請問 陳如昌副秘書長 廣告收入多少錢 編了多少 廣告收入的部分 廣告收入的部分 是編了 兩億 兩億 收了多少 目前收了兩百多萬 兩億 只收兩百多萬 停車場收入收多少 停車場收入編了多少 停車場收入編了多少 三億兩千五百萬 三億兩千五百萬 收了多少 零 零 零 全力金編了多少 全力金的部分編了三億七千九百九十九萬 全力金三億七千九百九十七萬 是不是 對 收了多少 九十八萬 九十八萬 在座的議員 在座的台中市市民 看到了嗎 聽到了嗎 把這一些事情 歸道 說 盧秀燕市長 誰歸話的 誰歸話的 還要盧秀燕市長道歉 這不是在什麼 倒果為因 睜眼說瞎話 台中市市民 台中市市民 不要這種 睜眼說瞎話的議員 市長 建議你 真的是 你們 接著請李榮鴻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市長 楊副市長 以及各級市議員 統治後面 記者媒體 台湾 剛剛 我們楊正宗在講的 道歉的應當是林佳龍 要道歉 民進黨 他就有的心意 沒有了解 當時在心 發博卡的議選 他在財政委員會 的修作 我們就把它剃掉 剃掉的是 我們發博 86億次議會有通過 但是 要附帶條件 附帶條件 就是 每一項 要送來議會的心 所以 這個 發博卡 台肺也沒有 附帶過 也沒有 那一項 當時是 民進黨的議員 比較多 所以我們 國民黨 也是 可以 屬民投票 表割過 所以 這是什麼人要付席 這就是 民進黨的議員 包括林佳龍 要付席 今天 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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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道歉 其實 要道歉 是 林佳龍 以及 我們民進黨的 所有 政界的議員 他們要去 補陷就對了 對不對 強行通過 強行在 所以 我們一久 國民黨 可以 用 記名投票 來 來 審議選 所以 不對 他們不對 他們又在說 當時 在修組的時候 我也退回 因為 當時 三億八千億 他 王毅川 說不出來的 那些錢是怎麼來的 他一個億億的 後面 還拿到 三億八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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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小組的時候 給他 三億 三億八千億 那個錢從哪裏來 日本議選 是億億 你存的錢 為何來 所以 說不出來 後面 他說 在觀光旅遊籍 以及 農業錢 這句 王毅川 說不出來 他選委就來 他也不知道 對不對 啊 所以 啊 經過差不多 到 三千億 他 那些 各個 各個性 我們來講 為 觀光旅遊籍 跟 農業錢 拿來 拆起來 三億八千億 啦 三億八千億 所以 在這個 修組的時候 我們 我們就 我們就 主廠要退位 主廠要退位 但是 啊 啊 當時 拿來拆起來 他已經是發包去了 他的發佈卡 他已經發包了 所以 當時 我們國民黨的 議員嘛 反對做發佈卡 我們也是用 新文證 齁 也是說用 新文證 來代表 發佈卡 不要再花了三億多 齁 來做這個 發佈卡 所以 當時我們國民黨的議員 我們也是主張 要用 新文證 所以 沒辦法 那個 我們的議員 比較少了 所以 讓他們 發佈卡 所以發佈卡 你來算起來 我們一個 一張發佈卡 三百五 我們拿了 百余 齁 所以這個 可以說 徒利 還是 道路的秋雄 今天 要來做 但是 我的感覺 齁 你說 不用費 看新文證 不用費 我相信 人一定會比較多 你如果用發佈卡 齁 我相信說 發佈卡 應當人 不會比較多 不會比較多 因為 很多 就是 怕個數外資 所以 很多人沒有去頒 所以 很多人沒有去頒 但是 他做到三百萬頂 我當然 還有 存在這麼多 付席 付席 也是要林家榮去付席 所以 這個齁 林家榮 跟王毅川要去付席 不是說 我們 我們用這個 東西 我們用這個 新文證 用的東西 很好用 很好用 不管什麼人 我們不用去花那條錢 所以 叫我們付席 哪有意思 所以民進黨的 這個就都照料料 對 齁 所以齁 這個 付席的齁 就要民進黨的議員 齁 党改的議員 要去付席 齁 党改的議員 要付席 再來就是你們家榮 王毅川 要去付席 所以這齁 接著請陳真賢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市長 各位局所所長 媒體朋友 議員同仁 大家午安齁 其實 在之前 我們胡前市長 向AIPH 爭取在2018 花博的時候 其實 台中市民是有榮耀的 覺得這一個國際社會 能夠在台中市落腳 可以考驗我們執政團隊 以及台中市民的共同的參與感 其實原先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胡前市長 希望的就是說 能夠提升在厚禮豐原那邊 尤其是厚禮的部分 能夠提升一個 未來花博半晚 能夠留下一個永久的景點 也算是當地 台中在增加一個觀光的聖地 但殊料 新政府上來的時候 就是1加2加N加10 加了一大堆 到底再加什麼 不曉得 一元變三元 一個橫谷變成三個 斷斷續續 剛開始的時候 民眾就有在反應 未來是要怎麼參觀 要這樣要怎麼接駁 這些都是問題 一開始 把這個一分為三的時候 就注定這個花博 會擺到二二六六 其實像剛才民進黨 議員在說要求市長要道歉 我感覺要道歉 另外 為了進行的各項工程發包不當 以後產生的許多疑慮 要道歉 為了一些政策的執行的不恰當 這也要道歉 但是要道歉的人 不是盧市長 那些人已經照樣 鳥獸散 整天照了 不知道照樣的 要道歉的人 應該要請民進黨團 負起責任 請道歉的人 來台中 好好向市民道歉 老實說 這是一個榮耀 我相信是榮耀 但是榮耀 以這個榮耀 是用八、九十億去堆砌出來的 值得嗎 市長 這種榮耀 我們要嗎 開幕典禮 三天花了兩億 太錢 那不是錢嗎 三天花兩億 那種榮耀 我們要嗎 我相信 如果你現在做一個民調 台中市民絕對沒有希望這個事情發生 我們希望花少少的錢 讓台中市感到整個是在辦喜事的喜悅 這才叫做榮耀 整個 只有在這三個分區以外 有看到我們台中市有在辦喜事的心情嗎 完全沒有 在我們古時古的地方 喜咪喜咪 對我們台中市辦花博 那有 完全沒有感覺 現在說到花博卡 才會招到賣 我要說 花博卡 當初怎麼造成的 第一 106年想要做市民卡的時候 經過很多議員來反對 結果他在107年的時候 用這個來夾帶他的市民卡 為了要什麼 很多議員在說 市民卡是很多官司 不通 結果他就用花博卡 300萬元做好了 我相信 我們台中市民 是非常有水準的市民 不是說怕你 某些人來操弄 不是有一些政黨 早期的漁民政策 跟你說 你就忙來做什麼 你就忙幹嘛 就要告訴我 我相信我們台中市民 沒那麼簡單 今天 為什麼有這個疑慮 為什麼才這麼 不到一半的人去申請 為什麼 問題在哪裡 就是大家認為說 我不用做這個地方 我已經有悠悠卡 我不用為了 拿我個人的資料 還辦這張卡 這是沒有必要的 是不是這樣 你剛才在說 剛才也在說 免費的最貴 市民買單 縫容必返 惡意擺爛 這個場景 四年前就是這樣說過 我們也跟過去的林家龍政府說過 胡前市長的規劃 都是好的 不要縫服必返 很多東西 有的不做的 有的事情了解我幾個規劃會 花了幾十億的規劃會 設計會 告訴我都是無極厚重的 這些東西 台中市民 已經犧牲了四年了 市長 未來這四年 你應該要加緊腳步 要甩掉這些 過去的這些不合理的事情 尤其跟你不同政黨的惡意的謾罵 我們沒關係 稍微忍耐一下 因為我們風度比較好 氣質比較好 不要怕一般見識 我們要往前看 要怎麼往前看 未來我們做很多事情 我們趕緊人情來做 快給他們妹妹 你看 妹妹之後賣賣賣賣 我就趕走 因為根本沒有論述能力 他不跟我說 跟我說 沒有大家都知道 繼續來探討 很多事情 他說不出來 是不是這樣 市長好好的做 很多事情 需要我們目前的團隊繼續來做 另外 有很多東西 剛才說的 發佈 黑白開錢 我剩七八秒而已 先給你請教一下 發佈剩下一百多萬張 你怎麼處理 怎麼去散後 總是燉了 市長是不是見東回答一下 報告議員 剛才我聽到一個議員在說 我要介紹什麼人 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們必須該國承受 我也會好好地想想 那另外一方面 有一個議員在說 跟我們應該大家 包括市民 大家來這個Innovation 來想想看大家集思廣益 那這剩下的這些卡 我們該怎麼可以有效地利用 當然是要符合民意了 比如說 如果說 辨市民卡 那民眾擔心各自流露 也許我們可以把它 簡化成更簡單的 我隨便講了 但是我覺得 應該大家 比如小朋友 他是不是可以借書卡 就是說 詮釋 他不是在自己學校 他可以詮釋 怎麼樣等等之類的 但是不涉及到各自 或怎麼樣的情形 他只有書本的累計 比如說 我不曉得 也許大家可以來發想 可以發想 我也 既然做就做了 即一點開樓 應該把它收拾善後 比較重要 所以你很好 你問到這個問題 對 我們與其批評過去 那我們來想想 怎麼去善後它 怎麼解決它 運用它 我覺得是比較建設性的想法 謝謝你的建議 好 謝謝 那接著請我們 蔡耀傑議員發言 謝謝 主席 各位市長 各位議員 各位議員 大家午安 我想先問一下盧市長 想請教一下 你從選舉的時候到現在 你說要開放台中市民免費入選 或者是你這個政策急轉彎的目的是什麼 請市長簡單回答 請市長簡單回答 我沒有急轉彎 我從一而終 我就覺得市民在成情 而且上一屆議會在討論 那覺得用聲不要做卡 那時候 蘆市長 我的問題其實是 你可能聽錯了 那我覺得那時候 那時候 你為什麼就是要把它變成 市民免費你的目的是什麼 是希望去參觀的人數增加 還是說怎麼樣 你的最終的初心是什麼 就是你要讓人家免費進去花博的原因是什麼 跟林市長一樣 林市長主張300萬人次 每個人市民都可以免費入園 因為很多國家在舉辦盛會的時候 對自己城市的居民免費招待 同樣的原理 好市長謝謝 那我可能有幾個數字要跟市長 還有我們各位局長討論 我覺得剛剛很多前輩都在說著 過去怎麼樣錢怎麼樣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要展望未來 像剛剛盧市長講的 我們未來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 我們107年11月的時候 我們進去花博的人數有153萬 第二個 107年12月之後變成158萬 108年1月變成113萬 108年2月變成119萬 到108年3月變成95萬 甚至到108年4月 人數都是逐月在下降 這是你們給我的資料 不是我亂唬爛的 第一個免費的政策沒有導致 我們入圓的人數增加錯誤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第二個 你說要刺激我們的經濟 刺激我們的消費 結果 來 我有去調 107年11月 我們總共攤位的營業額有 1900萬 12月2000萬 1月1200萬 108年2月93萬 108年3月93萬 108年4月可能比較短 50萬 所以我覺得 盧市長 你可能要去思考說 你這個政策的錯誤 導致我們整個花博的數值降低 入圓人數的降低 人家消費的金額降低 我們要向前看 我們當然不要去跟你討論說 之前花了什麼錢 但是數據都是你同仁給我的 不是我們亂講話 人員下降 金額下降 那你又要栽贓說 花博嘎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盧市長 當初辦理花博嘎 林佳龍市長 他跟我們有3300家的特約商店簽約 他有很多的優惠 甚至說我們市政府有 停車免費半價等等的 停車半價的一個政策 我們都有 大家市民都樂嗨嗨說 我辦花博卡 不只有優惠 甚至有更多的福利 但是在盧市長你上任之後 你有去努力過這一塊嗎 你有去簽約哪幾家的商店嗎 你只是讓它自動變成廢卡 自動變成廢卡 變成一個紀念卡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跟盧市長講說 看到外面那幾箱 我真的很心痛 尤其是我們所有議會 還是我們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真的很可憐啊 我們到底他們這些工作人員 真的是被當成什麼東西嗎 他們工作有尊嚴 不是進來這邊做個秀就搬走了 我們要思考的是 怎麼樣把我們的花博卡 能夠有效的提供它的功能 才能夠不要浪費工廠嘛 這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吧 在那邊吵說他做有沒有用 事實他就做了啊 難道他能夠吞回去嗎 小孩就生了 能夠塞回去嗎 說不要生了 所以我希望盧市府跟我們所有的局處長 去思考說 比方說我們的花博卡 能不能跟我們進來愛心卡一起做 還是說有其他的特約商店 我們到底努力了什麼 請盧市長審慎去思考 我相信我們才能夠 把這個台中市未來變得更好 甚至以後捷運通車了 我拿著花博卡我可以折抵 以後公車10公里免費 不是再淪為外勞去使用 浪費人民的大罪錢 請林德宇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市長各位局長 我想今天早上這個 算是一個風光的這個閉幕典禮 可是到了這個議場上 大家為了這個花博卡 到底是要如何來續辦 到底是要規則就責於誰 分分擾擾 早上市長您講的話 再怎麼圓滿 再怎麼圓榮 再怎麼漂亮 也抵不過這一些分分擾擾 我想市長 不可否認的 你的這個免費政策 讓我們的這個花博 蒙上了這個灰色的陰影 這個是一定會繼續帶下去的 當然你今天早上講得很漂亮 花博是台中的驕傲 但是從去年籌辦期間 到今年的這個您 最後四個月的執行期間 我覺得包括在議場上 包括我們的局處長 我們在澄清在講話 一直在講 我們的新市府團隊 是來努力解決問題 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結果呢 市長 你最後一天你講 花博是台中的驕傲 花博是所有市民 努力出來的 當然你有感謝到林佳龍 你也感謝到胡志強 但是我深深不以為難 市長 放毒的也是你啦 改毒的也是你啦 所有的政治的好康 你都已經收到了 選基基幹 你叫大家 大家不要去辦花博 怎樣 現在辦一百五十萬張的市民 難道沒有你的選民嗎 難道沒有你的支持者嗎 為什麼要醜化我們辦花博卡的 吳局長 剛剛何議員有講啊 你沒關係啦 你說啦 我是說齁 不必要把一百五十萬 有辦花博卡的人 把他污名化 我們沒有那麼傻啦 我上次也問過了 在座的局長 你們也沒有人辦過花博卡 我覺得這就很荒謬啊 今天 市長你剛剛又講 後續要來如何利用 後續要如何利用 我想 先從我們的局長開始 人手一張 這樣好吧 市長 我想請教你 這一個歷經商辦 胡志強林佳龍到盧舊彥 一棒接一棒的這個花博 在今天四月二十四告一個段落 未來我們還有三年半 我希望市長 我看到推出屬於你的 推出屬於你 能夠帶給我們台中市民的一個驕傲 這件事情已經讓我們蒙成了 已經讓我們蒙成了 我昨天 特別因為今天的這個專案報告 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一個 預算的編列 包括我們過去的一個爭議 我覺得公務同仁都很辛苦 真的不要因為市長 你那時候你在選舉期間 你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訴求 所以你一直把這個免費政策 今天我們在座的民進黨市議員 如果指引你的免費政策 你就講說 人去現場的市民都沒有人反對 你們在座的議員反對 但是我要告訴市長 邏輯不是這樣子啊 今天是這個活動 它有稅出有稅入 在你上任之前 就已經編定了 行政機關要有信賴的這個原則 行政機關要有一貫性啊 今天我指引你的是 為什麼人家前朝也好 我們所有奉公所法的這些公務同仁 當初是這樣子來做這樣的規劃 所以他就有後續的收支問題嘛 如果今天從4月24號開始 市長你要來申辦新的這個世界展覽會 你要申辦新的一個國際活動 你要主張免費 你要主張全民有利 我想這個大家都可以討論嘛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300萬的這個免費 跟你們後來 尤其是1月到4月的170萬 我覺得這個不能畫等號啊 11月12月有50萬人進場 1到4月170萬的免費進場 它代表什麼 代表的是說 第一個 有可能是50萬的重複入場 第二個 50萬重複入場 裡面的比例多少 你們也不清楚 大數據也沒有 我覺得這都很荒謬 市長 今天在議場裡面 要讓你說出一些道歉 我覺得這是原木求魚 不可能啦 但市長 我覺得我們大家靜下心來 你想想 這樣子我們真的有 對我們的市政有幫助嗎 是不是 有錯的我們就要檢討 不夠圓滿的我們要來 要來做好嘛 你今天講的話都很漂亮 我也覺得 你有這個氣度 感謝林佳龍 感謝胡志強 這就是你的氣度 但是過程裡面 你們把這個 視為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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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請問 聽說你上一個工作 被叫到花博辦公室 對嗎 然後 林佳龍 要給你簽一些 不太OK的東西 你沒有簽 而被處罰 我後續的追蹤 你有到權序部 身負 請問一下 群叔父 有沒有幫你消除了 這些處罰 有嗎 有 好 那 還你一個公道 辛苦你了 我們 副秘書長 陳如昌 麻煩你 請站起來一下 林佳龍 無能比貪污更可怕 今天 阿姑又給我教一句 是狡猾 比貪污更可怕 我為什麼要叫你起來 你的上一份工作 是不是在花博辦公室 是嗎 呃 對 現在在花博辦公室 好 我們盧秀燕媽媽市長 看中你的能力 把你留在這邊 我還是要呼籲你 拜託你 你要說真話 你要說真話 把該交代的事情 交代清楚 我們主控室請放照片 我先講第一個 花博的執行預算 專案報告 第九頁 第二項提到的 復興建成園區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 閒置土地的規劃 花了將近一千萬 做一個向日葵的一個園區 現在咧 這是我南區 閒置空間 搞成這樣 拜託你啊 比較認真 後面你不要以為我沒在看啊 你不要以為現在盧秀燕市長重用你 我不敢辦你啊 我想辦法調你啊 楊正宗議員 之前帶人家去檢調 我看我要不要帶你去檢調 拜託你們啊 可不可以把應該講的事情交代清楚 我在十八十九二十頁 看到一百零五年到一百零八年 我們所使用的所有的廣播雜誌 賴貼圖 棒球場外的宣傳 禮盒電視廣告 報紙 校園帶人為電影 再到日本紐西蘭澳洲宣傳 花這麼多錢 拜託你 你有沒有做效益評估 我們現在事實上就是七百萬左右的人 市長 該罵還是要罵 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沒有到八百萬就是一個事實 雖然這是林佳龍開始講的 但是市長 我們都是愛護你 只有講真話 才是在幫你 拜託你 第三十一頁後禮區 也要規劃成大面積的綠地 我估計這以後是文字經典 拜託你們 最後 第四十四頁 也就是我們今天非常注目的一個議題 三百張的花博卡 我覺得三百萬張 對不起 現在還有將近一百五十萬張 我第一次看過六千萬在外面 我人生沒看過這麼多錢 我剛好跟他合照 第一次看過六千萬在我身邊 市長 最後我想利用一點時間 拜託你 是不是有機會 您可不可以交代我們的局處同仁 將我們這剩下的這些花博卡 真正的把它看怎麼樣 能夠送到我們的一些司法單位 繼續偵查 或是趕緊想到我們一些辦法 回饋給我們的市民 放著也是放著 不要放到倉庫啊 好不好 我再一次拜託正風處啊 你比較注意的啦 如果你是把風處 我一樣照電不悟啦 不要想說現在是盧修院市長 如果有人說 我們這是盧家軍啊 我第一個就出來電你 拜託 該做好的事就要做好 為市民守我們的納稅錢 接著請李中議員發言 謝謝 主席市府市長 市府各位主管 媒體朋友 各位議員同仁 大家午安 這個我剛剛要講的東西 我們小羅議員啊 就講得非常好 這個今天早上 我們的這個花博會啊 在厚里外埔豐原 三個地方已經辦理閉幕市 盧市長 你是不是請我們建設局 把我們在分散在各地 八個小花博啊 我們也去參觀辦一下 這個告別式 或者辦個閉幕式 讓我們看一下 當時啊 一兩千萬一兩千萬 這樣子隨便花的 那樣子的小花博 現在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我們每個地區都走一遍 來跟這個小花博辦一個告別式 每一個小花博 我們都可以請建設局安排去看一下 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再來正風處 我等一下會把每一個局 可能已經涉及的弊案 會一個一個講清楚 你到底辦了沒辦 再來我們今天談花博的這個門票的事情 交通局長 你真的宅心仁厚 另外一邊呢 就是優柔寡斷 優柔寡斷 底下的人一再的騙你 你就跟個傻子一樣 笨小孩 交也交不會 今天我們再講 我們花博一開始就是注定虧損 虧損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首先三百萬張那個卡片 就是準備免費的 再來我們給廠商的佣金 太高了 台北市只有8.88% 我們呢只拿回120塊錢 再來第三個呢 我們還要給這些賣門票的激勵獎金 已經這麼高的佣金了 還要給激勵獎金 那更離譜的有一張我們議會 從來都沒有看過的大中切票 這個大中切票市長你看一下 什麼叫做大中切票 這一張大中切票表 是附在我們合約書 作為合約內容的 大中啊是要五萬張以上 五萬張以上 叫做大中切票 剛剛我們葉局長 唸出來的報告 讓我嚇出一身冷汗 報告變成買一千張 一張就叫做大中切票 市長 五萬張跟一千張相差多少 107年1月賣了一千兩百一十五張 大中切票 107年2月賣了兩萬三千五百四十四張 大中切票 這一張大中切票 到底他賣多少錢 我們上面講到 買五萬張 單次購買五萬張 單張優惠價格是一百八十塊 我請教一下葉局長 你那個 107年1月賣了一千多張 你是用什麼價格賣的 報告書 報告書裡面 這裡面是那時候廠商 服務建議書之後 會做一個工作執行計畫書審定 工作執行計畫書審定裡面 大中切票的票價 就如同這一次在議會 報告書裡面寫那個表格裡面 那剛才那個議座提到 到底你那一千張賣什麼價格 多少錢 按照這個方案再賣 按照報告書裡面賣多少錢 如果是一千張到事件999張 在第一個階段的時候 會是一百四十八元 哎呦 盧市長聽到了沒有 這一張是合約書的內容喔 合約書的內容 簽的是五萬張以上 可以單張賣一百八十塊 現在買一千張 就可以賣一百四十塊 這個合約是什麼 這合約是個屁 合約 這一張合約的附件 我們始終看不到 我們交通局連審計出去要 都不給 這麼偉大的一張合約書 天大的秘密 原來在這邊 合約規定一張 一百八十塊 一次要買五萬張 什麼人這麼厲害 一千張 就決定可以賣一百四十塊 這麼了不起 那我們這個合約還要幹什麼呢 這個裡頭有多大的黑洞 盧市長 你不要被人家蒙 接著請張靜芬議員質詢 好 大家午安喔 我想在議會裡面我常常講喔 有緣才在一起的喔 那大家互相稱呼稱呼 應該這個是 非常親密的喔 好像現在 大部分都叫阿姑 不管 國民黨民進黨 剛才我都叫阿姑 不管是我們的官聯 或是我們的記者朋友 都叫阿姑 那也沒有關係啊 這個是稱呼嘛 對不對 大家一家親啦 我想稱呼稱呼沒有關係啊 但是我今天我在這邊 我要講一個問題 我說辦花博啊 應該哪一個城市辦花博 哪一個城市都有發到 人民的血汗錢 那個城市的血汗錢 應該對那個城市啊 應該就有特別的優待 大部分都會免費啦 這個是一定的 所以啊 我們台中市的辦花博啊 給台中市免費 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另外呢 我要講 從頭到尾 就沒有說 花博卡叫市民卡 如果他真的要把 花博卡叫市民卡 林佳龍大可大大方方的講 我花了1.2億 我買了300萬張的 這個花了300萬張 1.2億 做了300萬張的花博卡 我是要分 做市民卡要分給台中市民 所以在前 上一陣的時候 我有跟他講 我說你花了1.2億 做了300萬張的 這個花博卡 你應該要就 按每一戶呢 讓由我們的 林長 里長這邊花 每一戶就是台中市 市民的 照他的戶籍 搜在台中市 一人都發一張給他 你何苦 何苦 要來 要來再 要公務人員下去 推銷花博卡 還要個資呢 這問題藏在哪裡 魔鬼藏在細節裡 他就是在 替 某一個得標的公司 給他們 方便 而且還要替他推銷 這個太奇怪了 你知道嗎 1.2億的 300萬張的 這個花博卡 分給我們 280萬的市民 還有剩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讓 我們的公務人員 那麼辛苦的出去 推銷 要去推銷 而且要算成績的 推銷不成還要被寄購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你一戶一戶去發給 每一個市民都一張 只要你是台中市的市民 你從出生就有一張這個 發博卡 這樣才叫市民卡 你現在剩下的 外面一箱一箱的 看在那一箱一箱 推銷十三的 還有140多萬張的 發博卡 誰不心疼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心疼 你那些現在要怎麼用 怎麼用 你都都不起來了 你要怎麼用呢 又不夠 你要再做到 所以市長 你有夠衰 我跟你說你有夠衰 屬於這個發博 辦這個發博 從頭到尾 這樣總人開始接手辦來 我們就一直要求他 你必須要把你的帳目 所有的工作 全部都要攤開給我們看 我們要資料 不給我們資料 要什麼東西沒有 結果他自己一直一直辦 但他現在 從一年多以前 我們就知道他 他虧本了 虧本了 那現在要你來賭賀 你敢不衰 所以 這個發博卡 我們政風處也有報告 在 發博卡 發博票務資訊卡 本來是由 我們市政府的資訊中心辦理的 那就是因為 政策的改變 他裡面不知道你賭什麼 金融 八百萬 大幅提高到 三億八千兩百萬 而且 把主辦的單位 弄到交通局去 所以這問題在哪裡 問題都不去找出來 在那邊被怪象 所以我還是希望我們 不管 我們國民黨在這邊 大聲疾呼的講要聲像 但是你民進黨 你負責沒有關係 不過你們要拿出良心來 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要讓大家知道 對不對 今天的發博辦到今天落幕 大家心裡的痛也痛過了 我們希望繼續下來了 當然 我們的市政府要擔當的 許多的不一樣的責任 就是維護 維護工作 這個是一個非常 謝謝阿公 接著請 任林軒議員發言 主席 市長 副市長 各局處長 我們議員同仁 及媒體記者好朋友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首先我還是要給盧市長 今天我們花博閉幕 你以高格局 及一個非常有度量的一個整個程序 您在我們 胡市長 甚至林市長 他在整個在推動花博的整個過程 您都很多事情其實您都蓋光承受 那尤其在今天的這個我們議員 有很多很多針對這個花博卡 甚至就是有很多的這個議題 包括當初的預算沒有很公開化 那我想說未來本席希望 如果說在規劃比較大型的一些規劃的時候 希望能夠很公開透明化 甚至我們還是要強調一下 市長您是媽媽 市長一定要開園截流 我們這個問題 大家議員都是希望市民好 那市長您在70年級競選的時候 這個花博免費的時候 您是以這個議題 許多的市民 我們採用市民都非常肯定 因為這個錢是花在我們的市民身上 大家有這個條件 甚至可以有這個權利可以進去看花博 那本席更要感謝我們市府在花博辦理期間 所有的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真的也要給大家按個讚 感謝大家這段時間的付出 因為本席也有去花博去看我們的這個整個的花博的這個 內部的一個展覽 包括很多很多的像包括導覽員 再給我們細說這個是蘭花花博的DNA 或者是所有的這個農產品 他們在行銷的這個整個的品牌包裝 我都覺得其實整個的動線都規劃不錯 那當然也要更我們也要給我們警察局 甚至我們消防局你們許多的團隊 就是我們的易警易消還有甚至民訪還有這個消防局 就是我們的付宣有很多的團隊也都參與這個志工的活動 這個志工的這個就是整個的我們的整個工作流程都不錯 所以要感謝你們 那本席在這邊也希望說因為市長你也有強調說前店後廠自由港 我們未來也是希望說用這個經濟導向 那本席認為說因為這個三個廠後裡花外埔還有甚至我們的葫蘆墩 這個三個點都非常棒 這個硬體建設我相信市長你也去看也非常肯定 所以這個花博的這個硬體規劃不錯 那本席很希望說未來能夠就是以觀光旅遊 來要導向我們的所有的產業 甚至我們的文創甚至我們的所有的農漁業 還有那個學家文化 所以我們主委雖然新上任 我有對我們客委主委講 因為全世界有將近一億的客家人 有一億客家人 台中市他將近有49萬的學家人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的學家文化 尤其這個客家的文創 宗教文創 甚至我們的新丁版的一些活動 還有這個花海就是花坦節 希望以後補聽的一些我們辦的活動 都能夠做帶狀性的一個觀光旅遊動線的結合 那我們希望能夠 就是能夠規劃國際的觀光客 進來觀光 相信這觀光客倍增 人民就會有收入 人民會有感 甚至我們的經濟就會提升 那觀光旅遊局局長 如果說未來我們就是花坡 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一軟體的建設 再度規劃 甚至跟我們燈會來規劃 你有沒有希望能夠怎麼樣 導向我們的國際觀光客 進來這邊帶動我們的觀光旅遊 請局長稍微 謝謝 謝謝議員關心 跟一座報告 目前的話呢 像觀光旅遊局負責的這個馬場園區 目前就正在就它未來的定位 進行研議 那因為剛好後裏這個花坡園區 我們定位成它要舉辦明年燈會 它是主燈區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可以就它未來的定位 來審慎的做評估跟研議 那希望局長 希望用大格局的方向 甚至我當初也有跟我們文化局長 也有了解 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產業都可以做結合 尤其台中市它的know how 它的賣點太多了 我們希望來做一個規劃 尤其當初本席也希望你能夠 規劃這個觀光護照 我們如何導向我們國際觀光客 如果說有觀光護照 甚至國際觀光客 接著請陳文正議員發言 感謝主席 副議長 我們在座市長 副市長一起主管 所謂媒體 請請朋友 我們議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議員 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這個發佈這個事情 我太想要請教我們交通局的局長 我們葉局長 我們專案報告裡面 截至107年3月底 發佈門票收入累計 繳解市庫金額2億6397萬 當初市府送行政院審核的發佈特別預算書中 預估門票收入高達16億8千萬 葉局長 我請教一下 在任務門票收入到三月底 從3月底到今天閉幕 有沒有機會從2億6397萬 暴衝到16億8千萬 不好意思說沒有機會 沒機會嘛 所以 不管是說我們今天開花還是網路上 很多謠言都在說 說因為市長你的發佈免費 身分證免費 看發佈這個政策 才造成發佈嚴重虧損 當初我們市長的時代 也是狂打300萬張發佈免費入園 本事在這裡有一個數據 2019年 市長什麼 2019年元旦 持發佈卡入園人數 已經只有50萬人 元旦後持身分證 入園的人數 達160萬人 加價也在210萬 還不到林市長 林佳龍時代的300萬人次 所以新聞警 免費入園這個政策 我想應該不是門票短收的原因 董事長我給你請教一下 是這上收入跟預估門票收入差距這麼大的主因 你認為是什麼 局長 報告益助 一般收入來說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過去的花博卡 所導致的事實上實際的賣票 好 市議局長因為我時間也沒有這個 我先說了解 我跟你說 我認為 你們當初交通共和三立在簽約的時候 無論我們在庁 國民黨和民進黨 在庁的議員 沒有一個人有看過 沒有一個人有去感動 每一張票市府只能收120元 我想沒有一個生意是這樣子做 哪有限制收費 這個利潤 廠商收益的上限都已經是 定時的 你的門票收入 門票利路分配 你為什麼要探錢 我想這個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不是 確定 謝謝局長 我想這次的花博的黑幕 我想 Your vote 接著請賴家瑋議員發言 賴家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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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家瑋議員不在座位上 請周永宏議員發言 周永宏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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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宏議員不在圍子上 正宮近議員 正宮近議員 政工晋议员不在位置上 李天生议员 对不起看错了对不起 张廖乃伦议员 请发言谢谢 谢谢 喂谢谢主席 我想刚刚听了这么多 本席觉得真正该道歉的 真正棒得 现在已经拍拍屁股 那刚刚有很多的 这个议会同仁有提到 看到外面一箱一箱的 这个花博卡 都是名指名高 非常心痛 那本席也觉得说这些同仁 难道是喝了孟婆汤 得了失忆症吗 其实过去我们议会 一直跟林嘉隆市长说 你要做这个 三百万张的花博卡 第一亿会根本没有同意 那再来 其实目前在台中涉及的台中市民 总共两百八十万人 扣掉老人小孩 婴儿等等等等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花这个一点二亿 去做这个三百万张的这个花博卡 然后刚刚还有同仁说什么排队办花博卡等等 这个更是离谱 想到过去 很多的公家单位跟本席投诉 不但有上面的压力 动用所有行政资源 更甚至有家长 来跟本席讲说 这个花博卡竟然推销进校园 这真的是让这个大家都非常没有办法接受 那现在大家确定要把这个 这个责任 这个推给卢秀燕市长 我觉得如果今天一张花博卡 有这么大的功效 有这么大的功能 不可能在外面还剩这么多张 自销 而且没有人要办 刚刚甚至有议员说 这个什么 开幕仪式 这个热热闹闹 这个非常的好 本席更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同仁 花博的开幕仪式 花了两亿 市民的纳税钱 不在花博三个园区 却是在西屯的水南经贸园区 这个不是名指名高 这个不是过去林家隆市长 花钱不手软最好的证据吗 那我想现在又要来怪说 花博卡执行不利 是我们现在卢市长的问题 那请问一下过去四年 这些规划的团队是谁 那我想我们也看到正风处的这个调查报告 上面明明有讲 这个交通局执行 花博门票代售记入口验票委托服务案件的采购案 没有尊重市议会 在105年的1月5号审查花博特别预算的附带决议 进行办理采购及发包的作业 而且还在去年的3月8月9月三度合博1亿1460亿 60万给这个得标的厂商 何有为师 这都是正风处 这个正风处来证实的这个事实 那从去年的6月到今年的3月 都已经把这个资料 移请检查机关来调查 那我想市长 其实这个有人说 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更严重 那我想市长 你还要承担外面那么多箱 总共140多万张的这个花博卡 这不是市民卡 多多有人一直在说市民卡 这个不是市民卡 这个叫做花博卡 但是我觉得除了花博卡这个问题之外 之前这些错误的政策 本席觉得不可以用简单的几个字 或是对一个科长来做申戒 就可以吵吵的对台中市民来做交代 那我想这个案子 司法单位也正在调查 那我想市长 本席还是觉得 该还给市民公道的地方 我觉得也还是要跟市民说清楚 到底哪里错了 这个是市民最关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交通局 还是要全力配合地检 那个我们会完全配合相关单位 再次跟张廖乃伦议员议员会接拍谁 刚眼花看错了 接着请林启峰议员发言 林启峰议员 林启峰议员不在位置上 接着请林启峰议员发言 黄兯峰议员 黄兯峰议员不在位置上 接着请杨郑忠议员发言 市长 你手上有没有这一本报告 花博的这一本报告 有没有 好 翻开第三页 你看一看 你们的第三页 这个花博预算金额 86亿7500万 执行金额 执行金额 70亿8652万 6723元 结余多少 结余15亿8847万 3278元 真的是给台中市政府 拍拍手 好棒棒 交通局长 你看过这个报告没有 有 你相不相信 花博可以结余15亿 你相不相信 按照现在的结果 按照现在的结果 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花博班 我们陈书常 副秘书长 你相不相信 报告议员 现在所看到的70亿的部分 是现在已经付款的部分 还有部分在执行中还没有付款的 还没有付款 市长 你相不相信 市长 你相不相信 好了 市长 你做吧 我来一个数字 台中市政府 107年10月份 到12月份 第花博的预备金 花了多少 你有结余15亿 为什么不用结余 你要去动支 预备金 动支预备金的条件是什么 动支了多少钱 6244万3826元 动支预备金 所以说 这一个本书 给我们 假的 假的 市长 你知不知道你的团队 现在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光是这一本 里面有多少的 说说我讲 共犯结构啊 还在这个里面啊 共犯结构还在里面啊 在这边 骗 好了 市长 未来 你要怎么作为 接着请李荣宏议员发言 李荣宏议员 李荣宏议员不在位置上 接着请陈正贤议员发言 谢谢 谢谢主席 郁荣宏议员 玉语环修半遮面 刚刚今天早上 民运党的议员有说 发博卡 就是市民卡 这是两码事 市民卡就是市民卡 发博卡就是发博卡 不妨人不妨人作为国 当然 李荣宏议员 是在想像发博卡 动作市民卡 要暗度承仓 这种东西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老师 市长还是要特别小心 好好处理最快 老大 有一些议员讲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 我们沙漫博要刷 该依赏的依赏 该厨艺的阻力 发博卡的部分 刚刚有跟一些美女朋友在聊天 没有申请的部分 怎么处理 过去有提供个资的 是不是应该封存 甚至把这些个资消费 没有领发博卡的部分 看看当初都有记录的 是不是跟市民讲说 这事都已经钱花了 用什么样的方式下去花放 可能要考虑一下 在我的印象中 志工都是免贝来提供服务的 结果 我大致上翻阅了这一本 裡面有变成社区 变成五千万 志工资源中心的委托服务案 五千万 细向五行 教学变成两千万 志工导覽培训 总共花七千万 花出来完隆子 结果不止这样子 志工有多吗 多少的我们的大量的公务人员 投入花博在帮忙 表示我们志工的招募情形 是不好的 因为交通的问题 很多 这些乱管理来做七天 认为这个接募集的问题 他没找到行程来帮忙 但是钱还是花了 花七千万 其他还还不是这样而已 包括台中宣言 这张刀 这张刀你有看到吗 中班英 花了多少钱 中班日花了多少钱 所有的印刷品的采购 大多花博里面 开完隆子 开到莫名其妙 市长你怎么会烦恼 然后 政风署的调查报告 都是上级口头交代 我很担心 这些公务人员 因为前朝的胡作非为 导致这些公务人员背了黑锅 在这 应该 本席跟你建议 在你的市政会议 要求局处首长 我们鼓励吹哨者赶快出来 手头上握有一些证据的 过去上级交代的 有录音的 有书面的 赶快来吹哨 这样才能够让他们保平安 其他的部分 请我们台中市政府 把全案花博的整个采购弊单 全案移送地检 接着请蔡耀杰议员 蔡耀杰议员 蔡耀杰议员不在位置上 接着请罗廷伟议员发言 市长 刚刚我有提到我们的 复兴建成的营区 那实际我有用照片出来 的确我们花了将近快一千万 这预算书也有学 那现在呢 从一个向日葵的一个这样子景点 到现在真的就是杂草重生 就是等着长杂草 我相信市民不会想要去看这样子的景点 未来它就是一个蚊子景点 那到底我们该怎么维护 我觉得市长您愿不愿意一起回答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帮我们协助一下 在南区这个景点 南区真的需要更多的景点 我想花不已经办完了 那我们就回归除了我们有一些部分的场馆 那议会的意见 也是很好的意见 那继续给它保留 营运以外呢 那有一些景点 那如果说现在做的不够好 未来我们就把它回归到一般市政的建设跟维护 那所以当然因为南区是一个新生地区 这几年的发展也很不错 所以我想不只是这个景点 其他的绿地其他的公园我们都应该要好好地维护跟建设 好市长我再加强哦 其实这个绿地呢 它在实施以后 没有多久啊 它不是现在就变成杂草 它其实已经杂草好几个月了 我们那时候也是觉得变得很漂亮 过差不多不到三个月 不到两个月 差不多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花大钱半小时 浪费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在做的一个宣传活动 我们必须警惕这样子的花费 我也要在这边再点一下我们的民政局局长 吴局长 刚刚有很多的 你请坐 我们有许多的议会同仁哦 我真的是喝了孟婆汤啦 我自己是里长我最知道 他们不断的动用区公所的公务人员 里干事 还有许多的我们一些客员 在推销花博卡 在我们的市场 不断不断的当作是办卡中心 这是警惕呀 我希望在未来的这四年八年的任期当中 我不会看到你走上林家隆的后城 拜托你 不要把公务人员当成是我们的工具 尤其是压榨他们 拜托拜托 所以这个我也要再次的警惕一下 我们各局处的首长 不要有样学样 林家隆做错的 你如果还要跟着硬学 我们曾经骂过他的人 我们不会嘴软 不会手软 我们一样造骂 所以拜托大家 林家隆的后城 不可以压榨公务人员 接着请李中议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卢市长 我再跟您报告一下 你的团队从107年12月25号就接任了 这一张花博契约书里头 所谓大宗切票 它是执行期间 2017年11月3日到2018年7月31号纸 那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大宗切票卖到什么时候 市长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月都还卖了两万三千张大宗切票 到这个月都还在卖大宗切票 这一张合约书是干什么的 合约书啊 你已经执政了 你底下的这个业局长 完全状况外 你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大宗切票的销售日期 早就已经截止了 你卖到这个月都还有大宗切票 这开什么玩笑 2018年3月 2019年108年3月 还卖了两万三千张 这是怎么回事 底下的人欺骗 欺骗你 你都完全浑然不觉 市长 叶昭府局长 我强烈建议你把他换掉 他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他是好人 回学校去教书吧 回学校去教书吧 这些东西历历在目 他完全状况外 这一本报告 用他的名字来报告 里头到处 都是违法乱纪的行为 叶昭府你同意了吗 我一再告诉你 属下写的报告你要看过 否则 你就被他害死了 你浑然不觉 你都不知道 这个里头 完全违背了合约 阵风处 听到了没有 我们所有的门票 根据规费法 应该要先经过议会审核 结果我们拿到的 报告 就是一张你们现在登在这边 你们完全不去遵守的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奖励的办法 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契约 还签了这么好的条件给人家 那这些东西签了就签了 竟然还不遵守 比这个合约书更放纵这些厂商 这怎么回事 谁答应的 叶局长 今年三月 卖大宗切票 是不是你同意的 今年三月 报告 我附认以 大宗切票的销售 是 那个是厂商之前 他会有通常其他管道 卖出去的大宗切票 是 是 是 接着请何敏 陈一元发言 好 委员 你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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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自己 自己的工作做得好 自己的工作做得好 尤其是 如果有我们要跟你清算 今天发布都结束了 我看清算的也有很多 包括本党也会用 很严格的台独来 面对这个 好发布 要怎么来收索 大家来做一个 探讨 台北市的市民卡 总统发现 94万党 陈寺长 桃园的市民卡 116万党 台中啊 好不容易 借到这个 发布的市民 困难就发现到 155万党 虽然现在不一定算 发布市民卡 但是啊 包括 可以说 他们要拿出来的 这些 143万党 总统300万党 其实你这是一个 很好的契机 狄更斯说的 那是最灰暗的时代 但是那也是最光明的时代 那是机会来的 你就是能够好好地在这个 价里好的基础当中 好好地把这个 300万党 做好好地发挥 包括悠悠卡 包括什么什么 Seven 萊雅夫 全家 你都能够赠好 还有 人家全条 已经给你 拍好一个 三千斤 商店 合作的基础 这你都能够赠好 很多都能够赠好 还有 几个中 坐车的卡 还有什么 政策 都把整合起来 都不困难 像现在 現出的科技 就不用像我刚才说的 跌棧以前 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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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來 剛才 各位議員 他們說的 努力 維護 和 使用 很重要 現在 三千方区 方圓 看起來 沒有問題 就變成市民在用 所以說86億 哪有料 都建設 哪有料 所以啊 後來你就要好好考慮 要怎麼讓它 由進化 甚至還要繼續 展覽 現在雖然跟APH 就不客人了 我們自己去展覽 那些我看的 真的有誰看的 像 馬長 馬長 幾十年以來 大家也是都 像我們這樣 比較多 幾個 如果不去馬長 就想說 不然 不然 孫子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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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你這些地方またñ79 traveler 要好好使用 不要 Raf 看到入神 我本物議員也有 有些一個檢疫的來 然後去找判譜 isée 季節的植栽 季節的植栽 呢 窗 e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分蓝绿 也没有分前朝后朝 它既然开了极了 咱就给它输用 接着请杨振宗议员发言 好 我们接着前面的 107年10月份到12月份 我们林嘉隆市长 动支花博预备金 6244万3826元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 在10月份的时候 我们花博86亿7500万 就已经花完了 才动支预备金 市长 你上任之后 有没有动支预备金啊 花博 有没有 报告 报告议员 你讲的完全没错 因为我上任以后 那因为我花博嘛 还有四个多月 四五个月要营运 所以我特别 你动支了 一到三月 动支了760万 我问他说还有没有 花博86亿 还有没有钱 他们告诉我都没钱 那么今天我就针对你 这一本花博专案报告 70亿的执行数 市长 这70亿的执行数里面 入了多少账 入了多少账 这一叠啊 都是我从你们各局处啊 调来的 验收完的 财产增加的一个登录表 那么 有一些局处 在给我打马虎业 我全部都给你们记上了 没时间告诉你 我就拿 我就拿 我们这个农业局来讲 农业局 在花博匡列了 40多亿 40亿 40亿 市长你知不知道 花博里面入账入了多少 登录财产的有多少 知不知道 市长 告诉你 只登录了7亿多啊 只登录了7亿多 还有33亿 没有登录 市长 这一些 没有登录的 你要不要去了解 甚至你要去报废的 这一些花博花了86亿 要报废的 哪一些项目 哪一些金额 你们要不要去了解 要不要去了解 要去了解 然后 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多少钱 是募款来的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的这一个 机械花 募款募了多少 募款募了多少 这一些募款的 一句目 我们原本的议事日程 开会的时间是到下午五点 那争求大会同意是否延会呢 延会 所以说当初我们在调整这个议事日程的时候 议长就宣读 是当时情形 已不超过八点 为主 好 那我们就先 以目前暗灯的序号 讲完的话 如果议员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再继续 我们在上上次的时候 已经有奉议长 跟何明臣议员报告 在第一次大会的时候 议长就有指示 今天就是从一点开始开会 那结束的时间 是当时的状况而定 OK 那所以本席现在就说 征求大会同意 不同意 啊同意的 真的要标管吗 啊不 啊不 我同意的业手一下 别这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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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 议员 拜托借啦 啊 这一位 大家都市场 要问呢 好 那我们目前就先照 目前暗灯的序号 讲完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我们先 延会先延到五点半 不行啊 八点 没关系 我们先 先议员 好 议员 专案报告没有轻点人数的问题 没有轻点人数的问题哦 专案报告 专案报告没有轻点人数的问题 好 我们按照 按灯的 顺序哦 呃 李荣宏议员 请发言 来 谢谢 主席哦 我跟你说啦 他这做七个的 李丸 啊 专专事就没效 专案 专案 专案没有轻点人数的啦 专案报告没有轻点人数的啦 那天議長也说得很清楚的啦 第一 我们第一次的大会 也是讲得很清楚啦 别都要软啦 民进党别都要软 和平城 你也不要在那边乱啦 对不 哈 对不 哦 来 叫得力 叫理由来 吼 好啦 不用软来 诶 专专业 主席 主席不是你在做的啦 散会 对不 主席啊 我一个提议哈 在这边乱了 叫得请他出场 请主席 招识 好 时间暂停哦 那我们是不是请 一是 呃 我们发挥式的主任 还是我们一是主 主任说明一下 一是规则 针对专案报告 期间 可不可以有 这个 呃 人数清点的问题 有没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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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 呃 向各位议员报告 有关 呃 本会的专业报告 在议事日证表里面 呃 虽然是排大会 那么依照规定 当然我们是过半数开会 但是 依照本会的议事惯例 我们议员咨询的时候 是不清点人数的 那另外 那另外在我们本会议事 呃 本会的组织 知识条例 第21条 第三项的后段 他有讲到 本会进行施政报告 及 咨询议程史 不应 出席议员会答 开会儿数而言会 所以 现在是开会中 如果出席议员会答 开会儿数 还是可以开会 请李荣宏议员继续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我一个建议 如果不是对于发言 如果要当地乱庭 拜托那个议长 那个主席 我们来带他出的 英雄图 那些人在这一瞬 所以 我是建议 建议 请他出的 对 我要把市長提议一下 我也要跟他说一下 因为发博卡 我们今天 整天都是在说发博卡 吵吵闹闹闹 对吧 所以 民进党 他说发博卡很好 但是 我们以前的时候 我们公民党 我们就会去建议 不需要做 但是他强行过关 我这个弊端是很多的 弊端是很多 我要请市長 折承 一定 要查清楚 所有的发博 不管是 发博卡 不管是大型 小型 去我们台下 做个小小的 那就是公园 我现在要来听 所有的 发博 有开了 发博的所有的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那些 我们市政府这边 全包 要折出来 全包折出来 好 好 好 本性要求全包 好 所有的 有开了发博 不管做 做多余 都要把那些 都折出来 因为 发博卡的钱 开了很多 包括 包括 林家梁 政界法表也是都用 發博卡 用 發博的钱 在政界法表 它在承認会 對不對 它都是用發博的钱 做承認会 所以 所有 母的 所有 所有 發博 有做多余的 地點 都 把它清早 出 好 本性 就是 接著請 陳政選議員發言 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其實 其實 這是很尊重 其實 我們議會開會 都是定一個 七個小時 就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 如果說 有些議員 不希望開會 也不想監督 哪裡 你可以早早 離場 你要放棄你的 民眾付給你的 一個這個責任的話 其實 我們是反映說 部分黨派 部分 政黨 共同來 看這條錢 總共花九十億 八十幾億 總共要九十億 這是一開頭而已 花到 無名其妙 剛才 本身在記者 說市長 我們大家現在都用手機 也用LINE的貼圖 光一個LINE的貼圖 開錢 開到莫名其妙 開到一千萬 光光LINE的貼圖 包括委託設計的 上架的 你去看看 開一千萬 這個錢不心疼嗎 我不曉得 今天 為什麼這些議員 還有在這裡 為了什麼 要把這些事情 釐清 我們希望 做的事情 切得清楚 剛才我告訴你 洗乾最小的 沒有櫃子 叫櫃子夾到 現在市長就是這樣 所以完全都不是在做的 也不是在設計 也不是在菜工 完全怕你無關 但是因為做到 進了廚房 真的 還是要把它釐清楚 國民黨議員 為什麼要做的 用得清楚 因為我們不想要 當個糊塗的議員 當然有一些議員 來 來 來 假借一些 激進的手法 來講 要跟你做什麼 要當個糊塗議員 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 我們不希望糊塗 開八十幾億 不是開八萬幾個 可以草草了事 在這裡 本省也建議 市府 各局處 應該組成一個 專案小組 要發佈 把它弄清楚 剛才說完 賴貼圖 光一個 289萬 開兩次 還是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叫世界哪一個名詞來設計的 要開兩次 280幾萬的 還有一個 花一個三百萬的 那是過幾組的 鐵圖 要怕死人 錢 無名其妙開業 我相信 這本裡面 光提了兩次 兩個金額 天差地緣 到底是哪一本才是真的 這些資料 你們在你們手頭上都有了 為什麼提供給議會出來的資料 為什麼不審慎 第一本 第一本 資料有一個 我剛才說的 中翻英的 第一本給我的 花三百九十萬 第二本 欸 剩二十幾萬 到底是哪一本 這些東西 都是你們的手頭上資料 為什麼交出來市政府的 交出來到議會的公文書 會這麼草率 表示你的團隊 不是螺絲鬆了 根本就沒有螺絲 完全沒有在中心 市政府都不怕 帶這個團隊 要向民進黨議員 好 請羅廷委議員發言 三位 拜託你 坐下來好不好 我 何明成議員 我都叫你師父 我全議會 我覺得你應該最不會罵我 因為我們爸 幫忙給你刮 還幫你守服務處 這麼多年 我知道啦 所以我們父兄 我都叫你主持爺 對嗎 我知道嗎 你是政治家 但今天 但今天在市議會 我可能會叫你同學 因為 畢竟有些議事規則 你比較不知道 沒關係 因為地坑你有在服務 所以市議會 你比較不在 但是拜託你 我說話的時間 拜託你 不要再說 市長 我先請問一下 市長這個點心 是不是 我們同仁請我們的 好像是市府請我的 局長 是不是 這個 誰煮的 送來到這裡 我覺得不太好吃 我覺得是你們的錯 這個就是花柏 不要擔心 不是你煮的 不是你煮的 最後你送上來 所以最後就是你的錯 真的是 很衰 市長 為難你 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議會的同仁 誰在放毒 放完毒以後拍拍屁股就走了 那現在呢 我們要來繼續審查花博 剛剛 因為剛剛市長 我最後 也剩下一分半 你剛剛有提到 2020燈會 本期真的要建議你 我們 官呂局局長 拜託你哈 官呂局局長 2020燈會 請你審慎評估 未來可以跟我們的Pokemon 寶可夢結合 台南成功了 好不好 請你當他的神隊友 因為我們發現太多太多 不符合時事 甚至我們議會一直在建議 不可以做 所以我還是一樣拜託 我這邊也可以建 市長一個建議 因為今天李仲議員有提到 我們的花博卡 最後是不是 能夠再問問看我們的市民 因為他畢竟還是悠遊卡 有沒有需要的 把這些明子明膏 還給我們每一個市民 讓他們不要淪為倉庫裡面的廢卡 這一點我要再拜託你 對啦 我家水溝是和平神議員做的 不要再說了謝謝 接著請李仲議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我們花博會 我們一直在講花了86億多元 但是事實上 盧市長應該不只這個錢 我們各單位呢 還挪了很多的錢去支持花博卡 說不定算一算 達到百億 這個CP值啊 今天不是說我們做一座公園好不好看 而是他有沒有那個CP值 每一個年輕人在買東西的時候 都會問我們買到的東西 有沒有那個價值 我們今天花了86億7500萬 這是我們看到表面的 但是林佳龍隱藏性各種的開銷 盧市長你都查清楚了嗎 金發局你們有沒有挪動非花博預算 非市府預算去做花博的工作 有沒有 金發局局長沒有 沒有 OK OK現在有了 報告議員 我到目前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是不是 好你改天來找我 我幫你發現 好 政風處長你一起來 好不好 你約一下我們金發局局長 我們金發局挪用 非市府預算 非花博預算 其他地方的預算 去支援花博會的開銷 政風處你把我今天的話記錄起來 約我們高局長找我 好 我要告訴你 我們花博狗皮倒灶的事情 還很多 那個環保局局長 我現在一樣一樣 開始告訴你 政風處處長你聽好 本席有接獲一段錄音 這一段錄音 是我們官呂局跟環保局在開會 主持人是郭明坤 我們官呂局的官員一直提醒 我們的花博馬場 厚禮馬場園區 要做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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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那一段錄音講了三遍 郭坤明說 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 甚至把承辦員寫的會議紀錄修改 改了之後不做環評 然後你們環保局呢 就發一張公文說不用做環評 政風處 請你把當時環保局如何違法 把官呂局那一個同仁找出來表揚 為什麼官呂局的同仁知道依法要辦環評 郭坤明篡改會議紀錄 然後呢你們環保局 就馬上幫他擦屁股 不用做環評 在展覽期間我不想去提這件事情 但是今天展覽辦完了 請楊振仲議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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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107年台中市文教基金會 收入7714萬8864元 支出8731萬7422元 那麼在107年 我們台中市文教基金會 虧了多少錢 虧了一千零一百六十八萬 一千一百六十八萬 虧了一千多萬 那麼文教基金會為什麼會虧錢呢 是因為文教基金會 把支援了什麼 花博 支援了花博哪些項目呢 我們大渡王朝 還有三櫻花之環 這等等 這一些節目 那麼到底支援了多少錢 在這個上面查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但是呢 我們在你的報告裡面 報告裡面 我們第十一項 我們花博 也有花錢啊 針對大都大都王朝 我們有一千三百九十九萬 的一個支出 那麼對三櫻花之環 有七百二十三萬六千八百元的支出 我在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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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東西是有不有一魚二吃 一魚二吃 現在台中市政府 誰可以拿出來 說明白 說明白 有不有一魚二吃 有不有一魚二吃 台中文化基金會 我們台中市政府沒人知道 台中市政府沒人知道嗎 台中市政府沒人知道嗎 你們這些局處首長 到底在幹什麼 你們要不要回去查一下 陣風出 查一下 文化局 誰管的 文化基金會誰管的 文化局 回去查一下 你知不知道 什麼狀況 蛤 為什麼 有兩筆誰是出 為什麼 一魚二吃 好 謝謝 請林德宇議員質詢 謝謝主席 市長各位局長 我想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花博 我覺得 還要更好 不好的把它檢討過來 我們不要變成這個 清算跟批鬥大會 我想 除了在座的這個政務官之外 市長是民選的 其他政務官有市長的命 不管是在這個農業局也好 還是在我們交通局也好 都還是同一批公務同仁在這個執行 如果大家這樣子吵吵鬧鬧 我想我們的第一線的同仁也很為難 我想在市長上任之後 也有跟一些我們第一線的公務同仁我也接觸過 確實上他們在這個 林市長開幕期間的這個 高矚目還有這個高張力 他們大概在這個辦起來有衝勁 後來呢好像在這個花博 好像就爹不疼娘不愛 當然這個都會影響到第一線的這個士氣 我想我們回到這個預算的這個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裡面編號136項的這個 這個特約商店合作計畫 編了兩百萬為什麼沒有做 這個經發局這個高局長 這是有什麼 報告一錯 目前沒有辦法回答你 因為我不曉得 不曉得 是為什麼 等我弄清楚再跟你說 好來 局長 我覺得我們來問事情都是要問有一個 有一個道理的 辦活動的目的是什麼 促進在地經濟在地消費 如果連這個那麼重要的特約商店合作計畫 兩百萬變下去 放在那裏沒有這些 因為這個預算的編列我沒有參與到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回到這個事實的這個基礎 那我想請教一下市長 剛剛我們有看到這個書面資料 後里園區要做這個台灣燈會 阿倫接著我剛剛第一趴的這個講法 4月24日之前的紛紛擾擾 就到今天的這個議場 就結束了 24日你要呈現什麼樣屬於我們盧秀燕市長團隊的這個亮點跟驕傲 是不是可以請你說明一下 是不是我們這個園區在台灣燈會有機會 然後在這個既有的交通接駁的基礎之上 我們再來發光發熱 請市長說明 報告議員 因為我極力爭取了台灣燈會 尤其是雙二零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也是台灣燈會舉辦30年 所以我想說這樣的一個活動 應該讓台中市本身有在經濟上 地點呢 有沒有考慮後裏 在我們的能見度上會更好 那我剛才已經跟前面的議員講了 我們會有兩個 目前會有兩個這個燈區 那主燈區就會放在後裏園區 主燈區會在後裏 擴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希望 現有的可能規格還不夠 那我們希望把它升級轉型 另外會有個復燈區 會目前規劃是在文心森林園區 那個就是上次台中 舉辦台灣燈會的地點 是 那因為 因為上次我們在那邊辦過燈會 辦過燈會 那麼也因此我想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它是復燈區 那所以呢 我想 我們不要把它變成文子館 文子園區 所以呢 我沒有意識形態 我們就好好運用它 把它轉型升級 接著請何敏陳議員發言 我不發言的 這個是談話會 這個是談話會而已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價值 不過我對盧市長 剛才說的燈會這個部分 希望你能確實來執行 至於說在這個文心森林公園 我認為救市區還是要考慮一下 因為文心森林公園 我在文心路交通非常的繁忙 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談話會 主席 我阿哥是沒有生日 你現在開的會是合法 所以啊 五點 我們就結束 其實我們這個 市長你也不要挑戰 大家要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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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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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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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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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接著請李天生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想是這樣啦 演唱民生議員的主張 這是第一次 說一點開始開火 那麼開到幾點 好像也沒有講 就說要視情況而定 當然視情況而定 也是要看主席 跟我們所有當人 大家的意見 但是從中途一點開始 說到這段 為了發佈這件事 我想 真理是越變越明 剛才說 除了市長是民選的以外 所有的團隊 以及主管 都是在拚任的 我想這裏面最清楚的 就是我們的副秘書長 我們的陳副秘書長 他最清楚 這個執行長的部分 轉到我們的副秘書長 當然 現在所有的 以及主管 你們接到這個發佈的東西 都是由你們學校 這個公務員 幫你們報告的 相信說 我們議員 要把你們了解 要查的 主要都會你們手 我還記得 政黨輪替 以後應該是個常態 那常常說要這樣 大家來 複劫倉巴 來疏山道士 說什麼人的不對 我還記得 歐子宮 那時候 加給你們加領的時候 為了VRT的部分 也是送檢調 所以說 要送檢調 要快點送檢調 要把事情釐清 當然 我們當然也要把市政 說要向前看 不要現在這個泥鬧當中 議員 要幫你勾作為 勾在這裡 如果你要勾勾作為 就表示說 你的地費不夠 你的管道不夠 是不是說 快點 今天已經是發佈兵務了 結束了 那麼 該盤整的盤整 該 這個向前看的向前看 該做的 快點去做做的 要釐清這些東西 都在手上 所有的資料 都在你們的手上 那麼做決策者 不管是市長 前市長 不管是局長 前局長 都已經 政治的這個過程 已經結束了 政治已經給他發行了 他就沒做了 那麼你要趕盡殺絕 我感覺這是不必要的 市長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運動 你不一定是 我都做一次、兩次了 搞不好 醫療是說 你如果做麻煩兩次 就來後 換檔來做的時候 是不是一樣 包括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 這個管理群 要辦的這個燈會 2020的燈會 你也是要送資料起來 你也要送醫生起來 那麼結束之後 我們也是依法 依樣化佛爐跟你說 說你所有的東西 給你通過之後 醫生通過之後 所有要動資 也是要經費議會的動議 會把議會尊重 標示說 你有北斗 沒有把議會尊重 就藐視議會 同樣意思 做也是要做 那不是這樣 民眾也是要看結論 我到底好還是不好 由所謂來 評斷說 這個活動 怎麼有成功 沒有成功 當然很多人說 好 也很多人說不好 這如果有意識形態 在裡面 這是讓我們感到很危險 所以說 要跟市長說 真的 拿出你的觀眾 接著請羅廳委議員發言 我們交通局局長 南偉 我們議會的同仁說 你小滑頭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你是小鮮肉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講 包括交通局 環保局 教育局 經發局 你們各個局處啊 李中議員常常說啊 狗屁刀招的事情 一堆啊 我在這邊 希望你們 呼籲自己的同仁 出來 告訴你們真話 大是大非 要判斷好 願意坦誠的人 不可以處罰 更要積極的鼓勵他們 陳如昌副秘書長 今天啊 你被我們盧秀燕市長 嚴懶繼續擔任這個職位 真可笑 為什麼 你如果跟著林佳龍走啊 我看你今天啊 八成啊 航空城的副董事長 會不會就是你啊 對不對 王毅川被提拔啊 航空城我看 也是個大肥羊啊 他就是要把肥羊啊 專門給王毅川 因為只能信得過王毅川啊 所以你們各局處啊 尤其是交通局 拜託你啊 局長 硬起來 不然我們真的會跟 李中議員 一樣 響應他 讓你回學校教書就好 好不好 王毅川 他到底有多 惡行惡喪 我自己擔任里長的時候 也親眼見過 我錄影下來 我們的南區 李明 拜託 真的 我們應該要用 不一樣的 電子 的一個票務系統 不應該只是單做實體卡片 我放影片給王毅川看 要在青年議會的時候 放給林家隆看 林家隆不回應我 他就叫王毅川站起來修理我 因為我們青年議會 實際也沒有什麼權利 他就說 是你這個里長不配合辦花博卡 所以我們的花博卡 遲遲 辦理的 總是衝不高 所以他們這些局數長 對我們來看 就是 蠻橫無理 高高在上 我現在看到你 謙卑有理 但是這不是 適用於任何身上 請你印起來 還有我們各局數的首長 拜託你們 在後面 生出 接著請李中議員發言 謝謝 這個如果說我們交通局長 是個笨小孩 我們農業局長 就是個老好人 也是搞不清楚狀況 他底下的 樂農館 製農館 原本 發包的 每一個 如果 盧市長 你有機會的話 你去比較一下 第一次得標的 那個廠商 是他規劃的好 還是農業局違法 第二次發包 把第一標 晾在旁邊 然後呢 這些案子呢 都已經經過檢調單位 都已經投書 然後我們現在呢 我請我們的農業局 蔡局長去了解清楚 市長我認為最後的責任在你 因為你沒有授權 原來今天他們要調動一個科長 要經過你同意 結果你都沒有同意 他要把一個科長 調到旁邊去來查案子 這一點事情都做不到 就像我們的業局長一樣 他也沒有權利去調動一個科長 我每次都跟他講 把你的科長位置大風吹一下 你就能夠去找人把資料拿出來 同樣 這個案子是他做的 你叫他寫報告 他怎麼會給你寫真的報告呢 蔡局長 你的熱農館 製農館的報告 讀起來啊 大家回去讀看看 這份報告能看嗎 滿嘴謊言 滿口謊言 鄭峰處處長 我相信你對這個案子 有一定的了解程度 這樣子的報告 是不是你幫他們寫 你寫出來給我 我說請你幫農業局寫一篇給我 好不好 智農館 熱農館寫出來的這份報告 能看嗎 要不要我們讓鄭峰處寫一篇 寫出來給你蔡局長看 盧市長 這裡頭的問題非常多 你都不相信 環保局 你的前兩任的環保局長 為什麼會下台 因為廠商得標了 廠商得標了 有人要他把這個廠商廢標 他打死不願意 他覺得我們的評選一切合法 後來呢 郭坤明出面 把他給廢掉了 廢掉了之後呢 也把前兩任的環保局長廢掉了 為什麼 這些都有很多的故事啊 這些故事 但是 陳如昌你都知道 盧市長 我如果是你要用他的話 我會寫一張 請他寫一張投名狀 你知道投名狀是什麼嗎 把那些狗皮倒灶的事情 交代清楚 你在重用他 否則 他是來幫你銷毀資料的 不對嗎 你今天讓我們看到的 就是 接著請楊珍忠議員發言 針對剛才講的 文化基金會 跟這個我們花博 的這一個經費的支出 有不要一魚二吃 來 我們這一個文化局 你來說明一下 好謝謝大會主席副議長 謝謝楊議員 而且我非常佩服楊議員 看得這麼仔細 的確 這個案子啊 在盧市長上任的時候 他是在11月去年的11月4號以後 這兩個案子是 11月4號選舉完以後 再簽了一個約 那當初的 幾號簽了約 一個是11月中 一個是11月 12月中 12月初 也就是在10月之後 簽了一個約 那這兩個案子啊 當初的費用啊 這個在外埔區 演出的三天花之環 是高達1600萬 那這個華博辦 所註明的這個金費 1200萬 1600萬 然後所以華博辦 所註明的這個費用 是原來這個費用 要補助的 然後大度王朝這個案子 是2931萬 1314元 這個經費非常的高 所以為什麼會造成 基金會的一個虧損 所以在市長上任了以後啊 我們針對這兩個案子啊 就跟這個演出的單位 來做一個協商 那也為了第一個 彌補基金會的虧損 所以我們把相關的演出的費用減低了 那這個案子啊 應該是高價來委託一個演出單位來演出啦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有經過去稍微去給他了解過的 所以這些部分啊 現在的狀況是 我們的這個案子 大度王朝 基金會是負擔了496萬5,650元 然後呢 華博辦這個今年度 108年度啊 應該修正為453萬4,350元 然後這個三年花之環啊 基金會負擔的是657萬2,400元 那我們這個花博辦的這個監會啊 應該付出的是542萬7,600元 那因為今年啊 我們有特別來做個協 這個跟他做一些調整啦 因為他簽約的時間實在是不適當 對 局長 這個公文是啥 這個公文是4月18號發的咧 108年4月18號發的公文咧 那你們要調整 你們是要給107年調整還是108年調整 108年調整 那給的這個東西是107年 你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講清楚 為什麼 我們 這一個 花博要支援 這個補助 這個文化基金會 那麼文化基金會為什麼來承包 沒有講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 規避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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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廣大 無鬼搬運啊 無鬼搬運 鄭風柱 不要做法工處啊 請查理 有沒有違背 這個規避採購 好 接著請李中議員發言 謝謝 這個 鄭風柱我再交代一件工作給你 我們教育局啊 在這一次花博會的國際 國際展的那一區 你也去好好查一查 到底是不是真的國際 還是有人假借國際的名義 到處去各國承包 而且根本沒有所謂的各國 像這些事情 你也跟教育局好好的查清楚 你寫一份報告給我 可能比教育局局長 自己底下的鄭風市主任寫的還要好 這是第一件事 再來 我還有其他的可以講 但是 這個 我們今天的大會決議 請這個主席啊 做一個 議會要成立一個專案調查小組 把後續花博這些 各種該檢討的事情 我們拿出來做一個後續的調查工作 另外那個盧市長 我也建議你 你不要高興的太早 這個明年的 所謂的台灣區登會 是由交通部的觀光局啊 他要來辦理 只是借用我們台中場地 我們只是配合辦理 今年 非常受到大家肯定的 屏東這個燈會 我聽說 他們這個 值得鼓勵的這個燈會主辦公司呢 有去試圖跟相關的單位接觸 是否能夠主辦明年的台灣區燈會 但是呢 哎呀 我們林佳龍團隊 不要忘了 他裡頭啊 周庭章已經跑去當觀光局副局長 聽說很快會擔任局長 已經很明確的告訴他 林佳龍自己有團隊 明年台灣區燈會 他們自己要辦 大家不要忘記啊 本席在質詢的時候 過去啊 過去啊 這個林佳龍前市長 他的夫人廖宛如女士 特別還介紹了一位燈光大師 國際級的 那個叫做周煉 這個國際級的燈光大師啊 恐怕來辦台灣區的燈會 剛剛好 所以 盧市長 你搞不好已經踩到地雷了 他會辦到什麼情況 這個是很難說的 但是 今年的燈會 今年的燈會 是去年 林佳龍團隊發包的 你看一看他們美學的水準 今年的燈會 你被罵了 你又是替罪羔羊 今年的燈會辦的好嗎 明年的燈會 真的會是你辦嗎 好好的想一想 林佳龍已經掌控了觀光局 這個觀光局已經表達 他們要親自來主辦 所以 未必是你來辦 所以你千萬不要變成 明年萬一辦不好的時候 你會成為戴罪羔羔 想清楚 他們有一組 自己要辦 這個是你要知道的事情 謝謝 楊正宗議員請發言 市長 李宗啊 語重心長 我們現在都已經在聽到了 明年的燈會 林佳龍辦林佳龍的 你辦你的 他不會跟你合作 所以說 市長 你要注意啊 好 來 我請問交通局 請問局長 那 花博卡 花博卡 是不是有價證券 有價證券 對不對 好 那麼 裡面有一個 一塊錢 裡面有一個 一塊錢 請問 這一塊錢 是要給誰的 是要給誰的 如果 民眾有去頂了 花博卡 入場了之後 那一塊錢 會歸廠商 一塊錢歸廠商 他是涵蓋在本來 花博卡製作 每張四十塊裡面 三十九塊是卡片 一塊錢是那個 點數的錢 三十九塊 是裡面 三十九塊製作費用 一塊錢 是 要送給誰 這四十塊錢 都是歸當時候的 好啦 那麼既然 我們花博卡是 有價證券 那麼這個裡面 要送給 我們台中市的 市民也好 申請花博卡的也好 那麼這一些 預算 要不要經過議會同意 要不要 他們相關的詳細計畫 需要經過議會 經過議會同意 但是今天所有的 我們真的是沒有看到 這一個送議會審議啊 市長 這是交通局 4月10號 發的一個公文 那麼我們調查 我們政風處 也做了調查報告 今天 我們又拿了一本專案報告 都在談這一些事情 但是 我跟市長報告 三個公文啊 都有三個公文 不同的說法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 說承認有違法 這一個公文 這一個公文 還是市長李蓋的章 完全談沒有違法 程序合法 我們正風處 正風處 只會什麼 用一個切割 切割前面 未送議會的 從來沒講到違法的事情 今天這一個報告 今天這一個報告 這個裡面有那麼多的問題 真的 要不要去 要不要 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你市政府 所有的合約 都在你身上 那麼這個裡面 我們正前 有沒有規避遺樂稅 有沒有規遺樂稅的事情 我們地方稅務局 地方稅務局 你也去把他排盤 市政府如果說 帶頭規避你認罪 市政府真的要不要去 把查的結果 告訴他 可不可以 好嗎 今天我們的主席啊 一直說 想到這 好 裡面還有多少 我們還有手上 還有啊 好謝謝我們楊正中議員 張晶芬議員 市長以及我們這個 市府的所有團隊講 我發覺我們這個團隊啊 比前任的那個團隊啊 老實的很多 但是喔 不要叫傻傻都對人去背望 這個是真的 他們為什麼會一直按燈一直講 一直按燈一直講 他中心長他真的是 要跟你們說好的 你們要去注意每一個細節裡面 真的很可怕 做藏魔鬼 小心啦 好 我們今天議員的發言到此結束 請秘書長宣讀本會建議事項 奉主席指示 就今天的專案報告 台中世界發揮博覽會議算及 執行專案報告 提出議員所發言的 建議事項 如下 既有事項 有關 三 144萬張發佈剩餘卡 請市政府 相關單位 研擬對策 妥善處理 考量 轉型 整合為市民卡 或其他用途之可行性 避免浪費公堂 2 有關 2018台中世界發揮博覽會 門票收入 短差 12.32億元 及其他多項 擬編預算收入短差情形 請市政府 詳細檢討分析原因 作為耳後 舉辦 世界性重大活動的參考 接近 有關 發佈規劃及營運執行期間 所發現的 急促預算資源發佈使用 其項目有重複等相關問題 請市府政風處深入了解 查明後依法辦理 4.對於 發佈三大展期場域及設施展或營運 管理維護使用 為了避免具有空間 與場館發生使用率過低 或閒置等情形 請市政府持續 維護園區優質環境 與生態景觀 並有效活化展館空間 供民眾參觀與利用 以持續達到城市行銷 經濟發展及永續經營之目標 至於公園福盧公園部分 請重新定位 繼續推動 以符合市民之需求 以上報告 專案小組 我們執行時間 對於這個議題不予討論 沒有問題 沒關係 那我們就把它列在建議事項裡面 因為那就是大會 那提報大會的 好 秘書長把它列在建議事項裡面 好 好 沒列入好了 好 請把它列在 我們有說 對相關問題有不好的話 依法辦理 要修改 要修改 先前就已經有移送了 先前就已經有移送了 好 那我們就修正 修正NARU好了 修正NARU 是 對 那是建議事項嘛 因為有其他議員發言 他們有建議 說不要浪費嘛 所以才會做 好 楊真宗議員 今天林佳龍市長 做了300萬張的花博卡 那麼今天我們台中市市民 只願意申請了100多萬張 另外還有100多萬人 是不願意拿個資 來換花博卡 他既然申請了300萬張 如果說這個花博卡 你根本都不要用個資 全部發給我們台中市市民 還有剩啊 還有剩啊 那麼今天這一些所 留下來的爛攤子 你說要去把它轉成市民卡 我說實在的 台中市政府啊 在做這一件事情 都是困難 個人造業 個人當 那麼這一個花博卡 剩下的144萬張 我的建議 本席的建議 是把它送到我們交通部 林佳龍的辦公室 讓他留存起來 所以說 這一部分 轉成什麼市民卡 這些東西 沒必要嘛 沒必要啦 到底市政府能不能做 你也不知道 做成市民卡 那是假議題啊 是為了什麼 為了3.821 那 老大這樣子的嘛 我們就請市政府 研議辦理吧 好 那針對以上的建議事項 各位議員還沒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 散會 對 請我們 我們在一起 沒有意見